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7号星期五 今天来做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 在这一个视频里把整个俄乌冲突的来龙去脉 全部给你讲清楚 首先在这里我要感谢雅克鲍德先生 雅克鲍德先生是前瑞士总参谋部上校 前瑞士战略情报局成员 曾经被戒调到北约进行了5年的工作 在北约工作期间 他领导打击轻武器扩算的 他是战略情报专家 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过去几年到底是谁引发了整个的俄乌战争 基于他的这篇文章 我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还有一些细节的一些 因为他这种文章是写给专家看的 或者说是给这种政治家 或者说是对这个局势非常了解的人去看的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其实理解起来有困难 所以我在他文章基础之上 我做了大量的补充和说明 争取以他的文章作为一个脉络 作为一个骨干 然后我争取在这一个视频里边 把整个这一次的欧乌冲突 全部给你讲明白 好吧 那我老婆完全不知道我在准备这个 今天我准备这个准备了很长时间 我老婆问我今天在干什么 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个 我老婆还是非常的期待 也很想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在这讲 你作为因为只有你这么一个 就是说能够直接有交流的观众 所以你来讲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 就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说咱别说别人 今天最少要给你讲明白了 让你没有疑问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就是说我们提出来 我们去探讨 当然咱们现在谦虚一点说 你现在你子东哥也不是那么骄傲了 年纪大了 谦虚一点说 反正尽我的力所能及 好吧 最少就把我的理解 就是说讲出来 然后再谦虚一点说 我觉得这位先生 雅克伯德先生 跟我的这种意志形态比较接近 我们可能只代表 我们这一部分意志形态人的观点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99岁的基辛格先生 德高望中的教皇都站出来说话了 其实大家的意思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认为 只要是我们这些有识之士 基本上都应该去看清楚 整个这场冲突的真实的情况 就像昨天我们讲教皇的那句话 教皇说 你只是指责去情绪化的去指责 指责教皇 指责教东方济各是一个亲俄罗斯的 亲普京的一个人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静下心来 去冷静的去看待 去分析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这个也比较复杂 好吧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来讲 他说 他是这样 他认为 目前来讲 情绪 那个情报的资讯 并不支持 这个俄罗斯向顿巴斯民兵提供武器装备 这种说法 就是说之前有这么一种观点 但他其实上 他是不支持的 好吧 他认为 就是说有一点可以说是比较肯定的 就是说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 情报部门已经被政客们压制了 绝大多数的情报部门 在分析层面的极其糟糕 都是一种高度的教条主义 缺乏评估军事行动所需的知识 和政治的独立性 因为情报分析已经为政治去服务了 最终政治家们对局势的意识形态的 这种取代了理性的决策 现在就是说占立场 一出什么事 先占立场 是最重要的 马克龙最近被骂的很惨 那么削弱俄罗斯这个目标 取代了任何追求和平谈判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就理解他的这个意思 好不好 他这个观点 我说完之后 咱们进入主题 好不好 主题就是说 对乌克兰局势的分析 第一章 我把它分下章节 他是分的零一零二什么的 我给你分个章节 多了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有利于你去理解他的这个东西 他作为一个 因为我要把它作为一个股价 然后往里面去堆东西 但是我尽量会跟你说清楚 哪个是他文章的原文 哪个是我加进去的东西 让你去做一个区分 好吧 第一章 他第一章 他的标题是 是通往战争之路 就怎么走向了战争 他说多年来 从马里到阿富汗 他说我本人 就是他自己 这个叫什么 雅克先生 就是他 就是笔者 一直冒着生命危险 为了和平而战而努力 所以因此 这不是一个为战争辩护的文章 因为他也明白 这张文章出来之后 肯定会被骂的 但是要跟你讲清楚 这不是为战争辩护 而是一个 探寻战争起因的文章 那乌克兰冲突的根源 要从过去八年里 一直在谈论的顿巴斯 这个地方谈起 在顿巴斯 他们认为顿巴斯的人 是一些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 或者叫独立主义者 要说独立 他说他个人认为 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者 是一个错误的定义 这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自封的共和国 在2014年5月进行的公投 并不像一些西方的 无良的媒体和记者 所说的那样 是独立的公投 这是错误的 这是不是的 而是自治的公投 他们要求的不是独立 他们要求一个自治 就像美国的某一个州一样 就是说我们选我们自己的州长 但我们还承认 我们是乌克兰 我们还在乌克兰这个国家 我们还是乌克兰人 我们不是要独立 但他们说我们要独立 实际上就有点像香港似的 中国一说香港 就是叫港独 但是其实不是叫港独 人家要自己选 普选自己的港独 你明白吗 其实是一个自治的 而不是独立的 不是要独立 但是这个在香港的时候 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支持 但到了乌克兰 就没有得到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说俄罗斯语的 好吧 那么他认为呢 就这些人 把他们就是说 认为他们是什么 这种亲俄的独立分子 或者是分离分子 这个不对了 应该说成呢 是叫自治分子 他们是用自治的 至于前面这种亲俄呢 他认为也是不准确的 不能说他们亲俄罗斯 因为呢 这个修饰与亲俄罗斯 就意味着 是俄罗斯在支持这个冲突 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他认为这个词 翻译成叫讲俄罗斯语的人 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他说而且呢 这些公投是完全在违背 普京建议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普京并不支持 普京不希望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就为什么 从2014年开始 普京一直事实上不支持他们 普京是拒绝的 这里面跟普京没有关系 他说这些共和国 并不是要从乌克兰分离出去 而是要获得呢一个自治的地位 保证他们可以继续去使用俄罗斯语 作为他们自己的语言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这个独立抗争的死了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还能说俄罗斯语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2014年的2月23日 在推翻了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 受到美国支持的新政府 在第一时间废除了将俄罗斯语 作为乌克兰官方语言的一个法律 叫基瓦罗夫科列斯尼琴科法 出来了一台法律 就是说不再把俄罗斯语作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 他说举一个例子 就相当于在瑞士的德语序的这种族裔 做出了一个法律决定 不让法语和意大利语作为瑞士官方语言 那么你们那些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 是不是要起来抗争 肯定是要起来抗争的 对吧 因为这个国家 他两种人就是说乌克兰 就是说俄罗斯语 你现在你说乌克兰语的 把人家说俄罗斯语的都不当人了 要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 你们要么就不要再说俄罗斯语 要么就弄死你们 到这种地步 他们可能就要起来抗争 当然是没有到处弄死这么残酷 但是这不是官方语言了 也就是说你们从小上学 不能再学俄罗斯语 要学乌克兰语 所有的教材 媒体 电视台 全部都要改成乌克兰语 实际上这是接近于一个种族灭绝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讲俄罗斯语的人 不得不起来保卫自己的语言 保卫自己的这种文化 其实有点像新疆 他们在新疆对维尔人做的 其实是差不多 这么个意思 在这会儿 我要给你加一段东西 他刚刚在里面提到 在推翻了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 那么我要给你讲一下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 被很多人称为 是乌克兰最后一位合法的总统 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理由是自亚努科维奇之后 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地区的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已经不能够再投票了 已经都被分离出去了 不能再投票 所以选举并不能代表乌克兰全体人民的意愿 克里米亚还有卢干斯克 还有顿涅斯克都是以说俄罗斯语为主的这些人 这些人的支持的像亚努科维奇这些是他们支持的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说好像靠欧洲这边的说乌克兰语的多 靠俄罗斯这边的说俄罗斯语的多 那两边呢是这个水火不相容的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实力呢 这个差不多 亚努科维奇呢就是靠这个说俄罗斯语的人来支持当选的总统 那么当选了之后呢爆发了这种颜色革命 爆发颜色革命之后呢 他们把亚努科维奇呢推翻推翻了之后呢 说乌克兰语的人掌权 掌权之后呢就认为说这个俄罗斯语的人 如果万一将来他们再选一个像亚努科维奇这样的人怎么办 那么我们趁着我们掌权 我们对他们呢赶尽杀绝 我们呢灭绝他们的语言 灭绝他们的文化 让他们呢 然后呢把部分呢 就是说剥夺投票权 让他们呢再也不能选出来一个呢 就是说亲这种俄罗斯语 或者呢就是说俄罗斯语的人呢 作为一个总统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亚努科维奇呢 曾两次出任的乌克兰总理 两次呢参选的乌克兰总统 于2010年2月25日正式出任的乌克兰总统啊 到了2013年的11月21日 亚努科维奇强行终止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引发乌克兰的内乱啊 2014年的2月份乌克兰爆发了 国产革命又颜色革命 到了2014年的2月21日 迫于乌克兰内乱压力 亚努科维奇与乌克兰反对派达成妥协之后 离开呢首都基辅前往哈尔克夫呢视察 然后呢从此之后呢就消失了 22日被议会弹劾后 不知所踪人间蒸发 直到呢今年2022年年初才证实 他呢跑到了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市 现在在罗斯托夫市 这就是呢亚努科维奇啊 那亚努科维奇呢 他自己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他在当选总统的时候 为了要当选总统 他欺骗了中间选民 他说他当选之后 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是等他当任总统之后呢 他又拒绝让乌克兰呢 去加入欧盟 那这个引发了呢 整个的这种内乱 爆发冲突 爆发冲突之后呢 他又不想办法呢 去面对去解决 他逃跑啊 这样导致呢 整个就是这乌东 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 说俄罗斯语的这个政客了 而且呢 对于他们呢赶尽杀绝 就觉得这帮是一样骗子 所以这样来讲呢 我觉得亚伦克维奇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说是乌克兰的一个呢 算是一个罪人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没有问题 所以呢 完之的话 我们在这不是说 我们就是说支持谁 或不支持谁 我们尽量的客观的 把这个事呢 说清楚 好吧 那么 你说 他后来为什么又 不让加入欧盟 这个在后面讲了 这就是一个 这可是个大问题了 好 那我现在再问一个小问题 你说 这个俄罗斯跟欧盟什么关系 他是反对欧盟 还是他是其中议员 还是他想加入 还是他就不行 俄罗斯几次想加入欧盟 都被拒绝了 好 俄罗斯想加入欧盟 还想加入北约 都被拒绝了 其实普京都递交过书面的申请 全部都被拒绝了 导致他现在跟他有一点敌对的状态了吗 北约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俄罗斯 这北约存在的目的就是 北约的家长离异之就是俄罗斯 北约的敌人就是俄罗斯 所以为什么北约不让俄罗斯加入呢 北约说 北约的意思是 如果你俄罗斯加入了之后 我北约就不需要存在了 我北约的存在的目的就为对抗你 那普京知道他们的初衷吗 那他为什么还要想要去申请加入呢 他认为可以解决这问题 北约最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前苏联 后来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之后 普京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政府了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 普京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合法的总统 他跟欧洲没有区别 但是欧洲不这么认为 欧洲认为你还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独裁者 但普京不这么认为 所以他们在这个在地方是有这个是有这个区别的 行 就是我再问一个不太好的问题 可能是那个刚才乌克兰的总统跑到亚努克维奇 亚努克维奇跑到俄罗斯 他是不是内心有点亲俄呀 对 他是说俄罗斯与这边选出来的 他是这个亲俄罗斯的 他我觉得他不让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他很明白一点 就乌克兰如果加入欧盟或者北约的话 可能要跟俄罗斯开干 那他为了避免跟俄罗斯开干 避免战争 明白了 就是说他不想跟俄罗斯打仗 你可以说他是亲俄的 或者说他 如果就是说只要不想跟俄罗斯打这一仗的 都是亲俄的话 那他就是亲俄的 对 因为泽恩斯基现在摆明了 就是跟俄罗斯干一场 那现在也干了 干完了之后的结果 我们也看到了 我不知道乌克兰民众现在做何感想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任何一个总统只要能够避免跟俄罗斯 陷入这么一场战争的话 都比泽恩斯基更适合乌克兰 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亚努科维奇 我刚刚在批评亚努科维奇 但是 这是有比较的 你明白吗 亚努科维奇如果像邓小平一样 强行的把这场阳热革命镇压掉 你知道吗 继续退出欧盟 而且立法强行就不加入欧盟 不加入北约的话 那他就牛逼了 我批评他的主要原因是 他不够格作为一个政治家 政治手上不够格 你又做不到 你先骗人家 首先你竞选不上总统 你如果不骗人家 你骗人家上来之后 你又搞不定 最后逃跑 搞成一团乱 这样导致整个乌冬大反弹 导致整个乌西大反弹 对整个乌冬进行种族灭绝一样的屠杀 其实是压了科学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他的问题 好 我现在大概明白 大概明白的意思了 对 行 然后我们后面再随着往后说的话 你可以再看看 可能对你的部分题还有一些补充说明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刚刚我的补充说完了 咱现在回到他这篇文章的主要 这就是他的文章写的了 好不好 我就说 我刚刚就压了科学系这段是我补充的 好不好 现在回到他文章 他文章说呢 就是说 接着哪呢 就是说 当时他们不说 他们在推翻了亚伦科维奇之后 受到美国支持的新政府 第一时间废除了将俄语作为乌克兰官方语言的这一决定 那么这一决定 在讲俄罗斯语的人口当中 当然就掀起了一场风暴 一场抵抗 这些人就疯了 又上街就开始抗议游行 那结果是什么 那么抗议游行了之后 那么政府士兵就应该听到老百姓的声音 就说那算了 还把俄罗斯语也当成一种官方语言得了 不是 结果呢 是 乌克兰这个 有美国知识政府呢 对所有讲俄语的地区 奥德萨 地涅 波罗德 罗斯斯科 哈尔科夫 卢干斯科和顿涅斯科 进行的激烈的残暴的血腥的镇压 那这导致呢 从2014年2月开始 部分区域的武装对抗和多次对俄罗斯族人口 就是说讲俄罗斯语人的血腥屠杀 在奥德萨和马里乌伯尔表现得最为的明显 那在这一阶段呢 乌克兰军队在部分战场获得了胜利 但是呢 乌克兰的多年这种腐败的军队僵化的指挥机构和高度教条和官僚主义的作战方式 使其无法彻底获得这场战争的优势 如果他们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 把这帮亲俄的都宰了 那这事也就完了 但是呢 由于他们的这个多年的贪污腐败军队的无能 导致呢 又没有呢 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 那顿巴斯地区的民兵 以呢 非常经典的 非常就是轻便的小武器 没有重武器 在轻武器的情况之下 采取呢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利用呢 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惯性的 这种军阀的思维 多次获得呢 战术成功 就按理说 他们应该迅速把他们拿下的 但是呢 没有拿下 就是有点这个国民党 打共产党一样 小米家不香 打了你的囤权乱转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你过来之后呢 这是人家的地盘 人家的地方 人家就在比较熟 你知道吗 在人家家里面打游击战 然后呢 人家呢 还有一点就没有退路了 跟你拼了 你过来呢 是种官僚机构又怕死 所以那几次战争呢 就发生了重要的问题 整个形势呢 发生了逆转 2014年的时候呢 笔者这个人 这个雅克先生说啊 他说我在北约 专门的就负责打击呢 小武器或轻武器扩散行为 就专门的就是说 比如像AK-47啊 这种武器怎么扩散的 从哪来的 从哪买到 从哪外 怎么会进入到这些人手里 我就专门的进行这种 领导这种扩散行为的武器专家啊 他说我们当时呢 就试图检测顿巴斯民兵 持有的这些呢 轻武器 AK-47啊 这种步枪啊 阻击枪啊 这些枪就是跟F大炮比起来吧 算轻武器 F大炮算重武器啊 他说呢 查明我们要 我们的目的要查明 是不是俄罗斯在背后支持了 这个呢 地区的武装力量 当时我们收到的资讯 几乎完全来自波兰的情报部门 这一情报源的资讯 以来自欧安组织的资讯的 并不吻合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出处啊 那大家就各有各的想法 那尽管呢 有相当粗糙的指控 有很多人指控 说呢 俄罗斯呢 支持了这些顿巴斯的 这些民兵组织啊 但是顿巴斯民兵组织 没有 就是说 他作为北约负责打击 这种轻武器困难者专家 他认为他们得到结论 就是顿巴斯的民兵 没有从俄罗斯 得到轻武器和任何的军事装备 俄罗斯在背后并没有支持 而且这个事本身 普京也不支持 那个时候的普京还不想 打这么一场全面战争 没有想 那么由于讲俄语的乌克兰军人 叛逃到顿巴斯 明明一色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部队征兵的时候 这里面什么兵都有 知道吗 然后呢 在部队里呢 就有说俄罗斯语的 有说呢 乌克兰语的 他一旦禁止之后 他派部队去那边要屠杀 这个说俄罗斯语人呢 导致部队里很多 讲俄罗斯语的士兵呢 叛逃到对面去了 在叛逃的时候呢 他们带了武器 一些军事装备过去 是从乌克兰部队那里得到的 不是从俄罗斯得到的 所以民兵组织呢 民兵的这种武装呢 得到了起步 刚开始所趋的武器装备 和武器和人员 因为部队里边那些呢 亲俄罗斯的 说俄罗斯语的人就叛变了 知道吗 所以那不完全来的老百姓 有很大一部分是部队 但是这个没关 那没办法 因为2014年之前 你并没有把说俄罗斯语 和乌克兰语人分开 你如果要想这么做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当时的乌克兰的领导人呢 也是呢 不够明智 就是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 你要做准备 你要提前做准备 你最少准备5到10年 怎么准备呢 就是说 从那时开始 我部队里边我不明说 但是我有意的 我不征召说俄罗斯里人 当了部队的 然后把部队里所有的 说俄罗斯的士兵军官全部退役 然后呢 不让他们拿武器兹退役 准备10年到15年 把这些人都清除掉 保证你部队里全部 都是说乌克兰语的之后 你再怎么做 但他们的做呢 在美国支持下呢 他们人有美国的支持呢 他们的肆无忌惮 太着急了 没有呢 做好准备 这样导致呢 部队里大批的 就是书像的划辩 因为部队里大批的 说俄罗斯语的 对不对 你让这些说俄罗斯语的 去杀那些说俄罗斯语 他们肯定不干 他们呢 就叛逃了 叛逃拿着武器兹 就成建制的叛逃 那这样呢 那过了那样 马上就就成了 这个民兵组织了 就成了 成了另外一支部队 等于是自己的 说乌克兰语 和说俄罗斯语的部队呢 打起来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出现了问题 随着呢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呢 不断的失败 坦克尔大炮防空武器 逐渐加入了 对马斯民兵的战斗序列 等于是自己部队里边 出现了滑变 那这个呢 就促使乌克兰人 承诺要遵守呢 明斯克协议 就第一次明斯克协议 就出现了 那在这里面 他这个作者呢 雅克先生呢 他有一个标注 他说这样啊 他说这是一个呢 令人惊讶的消息 甚至我们北约呢 我们当时 我们一些分析专家 我们都是情况分析专家嘛 我们都认为 顿巴斯民兵 至少得到了部分 来自俄罗斯的呢 武器援助 因为不可能 怎么打赢的呢 因为这边都是正规军的 那边都是民兵 怎么打赢的呢 对不对 他说因为那西方媒体 从这个基普 到顿巴斯地区 反恐行动的第一天起 就是说实际上呢 这个对于乌克兰 乌克兰认为呢 我们是去顿巴斯地区呢 去反恐的 就好像习近平认为 去新疆去反恐的 觉得你们都是恐怖分子 我不让你说维吾尔族语 你就反抗 你就开始这个杀人放火 你都是国内恐怖分子 我弄死你们 从那第一天起呢 西方媒体呢 就认为 这是呢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 这些资讯清楚的表明 有没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 可望自由 你必须严肃的为自由而战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靠你自己 也就是对于他们的 秦莫菲争亚历认为 俄罗斯并没有参与 但是呢 这个顿巴斯地区的人民呢 就是站起来了 就是就跟你拼了 抱着彼此的决心 然后最后呢 开创了一个奇迹 好 然后他说呢 就在签署 明斯克一号协议之后 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 对顿巴斯 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恐行动 新疆不知道 在新疆搞奉 就跟这差不多 大概就是去屠杀呢 这些说俄罗斯举的人啊 那在北约官员 拙劣的建议之下 乌军在杰巴利采夫 遭受了惨败啊 他出动之后呢 由北约部约军事组织嘛 对他进行这个建议 应该怎么打 怎么打 那指挥啊 这是瞎指挥 指挥完之后 导致呢 他们呢 这个输了这场战争啊 迫使他们签署了呢 明斯克二号协议 好 到这之后呢 我要加入我自己的 就是加入 好吧 明斯克协议一号协议 2014年9月 在冲突爆发半年之后 来自瑞士的欧安组织 代表 他的代表呢 塔利亚维尼 组织呢 俄罗斯 乌克兰 顿捷斯克 共和国和卢干斯克 共和国四个方面的代表 在白俄罗斯的首都呢 明斯克进行的停会谈判 啊 那俄罗斯认为呢 这个乌克兰东部啊 呃 被呢 这个基辅政府 压制了的这种呢 说俄罗斯语的人啊 呃 这个在的这个反对 那乌克兰呢 就就认为呢 这是俄罗斯呢 派出来的这些的破坏者 这些人呢 就说我们打不过 因为都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但是普京说了 我可没删没派 但是普京当时呢 是不支持的 普京对这个事完全不支持 在当时来讲 啊 那所以呢 这个反正就大家双双双双 各自一词 所以普京就说呢 说你这个呢 是你乌克兰内战 跟我没关系 你跟我讲不着 所以谈判呢 应该在乌克兰政府 和这种东部的独立政权 要求独立政权之间呢 进行的这个谈判 那俄罗斯呢 不应该参加 普京那时候 其实是尽量把自己 我这事往外宅 不想参加 但是呢 可以作为的调节人的出面 我们只是作为调节人 跟我没关系啊 那乌克兰呢 就认为呢 俄罗斯这么做呢 有他的这个呃 鬼心思啊 乌克兰说 说莫斯科呀 必须要做 直接作为谈判的另一方参加 拒绝呢 以任何形式 同两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 执行职业对话 因为这么谈的话 等于好像我承认 他是独立的一样 我不承认 我们俄罗斯出来 就这样 就偏要拉着俄罗斯啊 到了2014年9月 第一版的明斯克协议呢 达成 为了避免争议呢 这份协议的措辞呢 非常的含糊 在构成协议的12条内容里边 对于如何落实协议规定 几乎呢 知字未提 也搁置了包括顿巴斯地区 未来地位在内的 一系列敏感的问题 两周后呢 补充签署的另一份 较为具体的备忘录的文件呢 刚刚签订 结果呢 就爆发了第二次呢 顿涅斯克的机场战役 导致了整个就是这个顿涅斯克呢 一号呢 这个所谓的一号协议呢 就是说完全全就胎死 等于就相当于胎死中差不多 就成为一张废纸 迅速成为一张废纸 那么这个呢 所谓的第二次顿涅斯克机场战役呢 是乌冬危机中规模最大 也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 战斗持续了整整的四个月 那么一直打到呢 第二年2015年的1月才结束 战斗最终呢 以说俄罗斯语的人 宣布完全控制顿涅斯克机场的 而告终 由他们最后呢 取得了胜利 到了2015年2月 新一轮和谈 到这里的时候呢 乌克兰一直就认为呢 就是说我们打不过 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军队的指挥无能 不是我军队的贪污腐败 也不是对方呢 太玩命了 就是呢 俄罗斯在背后支持 我们打不过的是 俄罗斯他一直这么认为 反正这个乌坦用认为方法 在这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啊 有一个猎人去打猎 哎 看你一只兔子 猎人掏枪 啪一枪 就把兔子给打伤了 把兔子的腿呢 打了一枪罐穿了 兔子呢 染症疼了就开始跑 往窝里跑 然后呢 这个猎人一喊呢 这个猎狗呢 唰就出去就去追 猎人你已经打着了 兔子就跑了 跑到这儿 狗上去就追 兔子在家玩没跑 狗在耍玩没追 然后兔子就跑到窝里去 就进入窝了 这狗呢 就没追上 然后呢 回了窝之后呢 其他的兔子 赶快就给他这个智商啊 帮他这个疗养啊 然后有一帮兔子 就觉得你太英勇了 知道吧 有一些女兔子 就觉得这个男兔子 英雄好厉害 知道吧 就说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为什么 就是说你的腿受伤 被连人打了一枪 还有狗在后面追你 就平常来讲 就说你没挨了一枪 那狗追你 可能你都跑不了了 对吧 狗平跑得快 你怎么还能忍着疼 跑回来了 然后那个公兔子 那个男兔子 就跟那个女兔子说 说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 如果我被狗追着了 我的小命就没了 所以我是玩命在跑 而狗如果没追着我 他回去只会被猎人训斥一顿 然后猎人可能晚上 还会给他吃饭 猎人骂他一顿就得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他失败了的话 他只是挨顿骂 我失败了 我命就没有了 所以我跑回来了 他没追上我 我是乱罢病在跑 他是在尽职尽责的在干 这就是区别 好吧 然后接着说 2015年的2月 新一轮和谈在明斯克 再次举行 第二次明斯克会谈 会完进行了16个小时 这一次在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 法国 四国首脑的备数之下 这次把德国法国也叫来了 在备数下 负责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 三方联络小组 以两个人民共和国代表 最终在协议上都签了字 新的明斯克协议 由于各方之间的互信 已经降至最低 谁也不相信谁 所以这一次规定 极为详细和具体 乃至于将各项条款的执行 明确到的日期 那么当然 如果顺利按照协议去走的话 那么各项条款将环环相扣的 依次的执行下去 例如从撤离重型武器的第一天起 启动欧安组织 对停火的监督 从重型武器撤离完成的第一天起 乌克兰方面 因就顿涅斯克和卢根斯克的 法律地位问题进行对话 并且举行地方选举 让地方自己去选自己的领导人 而在选举完成的第一天起 乌克兰应当收回 对于全部边境线的控制权 这样大家还是一个国家 你们得到一个自治 但是环环相扣的结果 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其中任何一环的断裂 都将带来全面的崩溃 所以所谓达成的共识 就是两个人民共和国 依然属于乌克兰 就仅此而已 剩下的其他的都谈不上 但是随之而来 就不是和平 而是无穷无尽的交火和摩擦 尽管烈度 在比以前有所降低 但是这些说俄罗斯语的 与乌克兰这些 说乌克兰语的军人之间的停火线 基本上就变成了交火线 大家不断的在这儿开打 2016年协议生效一周年时 由美国官员称 一年里有超过400名乌克兰军队士兵的死亡 武装分子一侧的伤亡数量 认为比这个还要多 那边更惨 2018年乌克兰媒体完成了一份特别报道 就是说 明斯克协议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 得到了全面的执行 完完全全的 就是说说他老人失败 好吧 这种关于明斯克协议的补充说明 然后现在回到他文章的主题 他前面刚刚说的 就是说 在签署一号协议后 乌克兰当时的时任总统的波勒申科 马上对顿巴斯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当然他说是反恐行动 对不对 后来在杰巴利采斯 操受惨败之后 迫使他们签订了明斯克二号协议 在这之后 他说在此 比尔认为 有必要回顾一下 明斯克一号协议 明斯克一号协议 2014年9月 明斯克二号协议 2015年的2月 并没有规定两个共和国的分裂或独立 而是规定他们在乌克兰框架内的自制 那些真正读过协议的人 他说虽然真正读过的人很少 大家都来给你讲这个协议 但是根本就没读过 但是这个人他读过 这个作者他读过 他会注意到 协议中显明了 各共和国的地位将由基辅 就乌克兰首都政权 乌克兰政权和共和国的代表 通过谈判在乌克兰内部去解决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 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多次要求执行的明斯克协议 同时反复声明 这是乌克兰的内部事务 拒绝成为谈判的一方 另一方面 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直试图用罗曼底模式 来取代明斯克协议 把俄罗斯拉进来 迫使俄罗斯来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 就俄罗斯他明白一点 就是说一旦他来的话 就很容易让乌克兰的这些 说俄罗斯女人民认为他在支持那些 那些说乌克兰语人民 认为他在支持那些 说俄罗斯女的人民 这样就导致他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了 好像他是敌人一样 但普京其实一直避免的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 这个笔者说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 在2022年的2月23号到2月24号之间 顿巴斯地区从来没有任何俄罗斯的军队 也就是俄罗斯一直没有派兵 没有管这个事情 昨天我还讲了一个 就法国女记者伯内尔 伯内尔的记录片里到最后不也是吗 有一个男的和那个女的 他们是说俄罗斯语的 那女的就尽量的说都是官方套话 然后男的就在那里骂 对不对 说他们都说什么俄罗斯人支持了 他要是俄罗斯支持就好了 如果俄罗斯的部队来了一个礼拜 我们就能得到安全 我们就能得到和平 对不对 然后就能让波罗村坑的去美国 跟奥巴马舔屁股去 对不对 他们就说 他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些 说俄罗斯里人 就是天天就是这个 就等着俄罗斯来了 但是俄罗斯死后也不来 其实他们也是也是不满 就觉得俄罗斯为什么不来救我们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一直到了2022年2月23号到24号 也就是在开战之前的几天 顿巴斯地区都没有俄罗斯军队的进入 此外的欧安组织观察员 此前从未观察到任何俄罗斯军队 在顿巴斯地区的行动迹象 例如他举例 华尔顿邮报在2021年的12月3日 公布的美国情报局的报告里边 没有显示俄罗斯军队 在顿巴斯地区有存在 也就是说 所谓也就是说 在顿巴斯地区有俄罗斯的支持 是不存在的 就是你乌克兰自己打的不好 你打你这个狗没抓抓兔子 就说这兔子有俄罗斯的支持 你知道吗 就在这好吧 然后在这我再给你加一点 其他的东西 他在里边他提到了诺曼底模式 诺曼底模式是什么 是让他创立于2014年的6月 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 邀请俄罗斯 德国 乌克兰 在法国诺曼底 就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 此后 四国多次进行了诺曼底模式的 各层级的这种磋商 就是说他想把明斯克的模式取消 就因为认为白俄罗斯是亲俄罗斯的 在白俄罗斯谈判 就是说对俄罗斯有利 所以到诺曼底来谈判 对法国或者欧洲有利 就是两种谈判方式 2016年诺曼底模式峰会之后 就中电了 大家互相难以取得的互信 到了2019年的10月9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 与乌克兰总统泽言斯基通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 召看诺曼底模式 四国峰会的条件已经具备 可以重新的召开 把空调的温度再提高两度 好吧 条件已经具备 到了2019年的10月18号 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确认普京将前往法国巴黎 参加12月9日举行的 诺曼底模式的四国峰会 到了2022年的1月26号 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 在法国巴黎举行 会谈于2022年的1月26日中午12点开始 进行了8个半小时 也就是到今年在开打之前的 1月26号的时候 还在谈 其实还在谈 其实普京也明白 打真的跟乌克兰开战的话 会引发很多问题 其实一直在想办法避免 但实在避免 会后发布了会谈公报 重申各方应无条件遵守停火协议 并加快推进明斯克协议的实施 这是2019年来的首次达成共识 也就是在今年的1月26号 还达成过共识 到了今年的2022年的2月10日下午 德国 法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 四国的政府顾问代表 在德国柏林举行了新一顿的 诺曼底四国会谈 以调节乌克兰的危机 一直到2月10号 还在想办法进行调节 在2月底开打之前 我们也说过了 普京其实写出过这种书面的申请和说明 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 也就是到最后一刻 实际上欧盟 美国和北约 还是可以避免这样战争的 这就是为什么教皇也认为 这样战争最后实际上是由北约挑起的 他们没有去阻止这场战争 而是希望这样战争发生 好吧 到这里我就把诺曼底摩世 这段给你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文章 好吧 他说 他说到了2015年的10月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瓦里西赫里扎克 也承认在顿巴斯地区 只观察到56名俄罗斯军人 他认为这里面有俄罗斯军人 但只有56个 他说这个56相当于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就好像今年去乌克兰作战的法国人 乌克兰现在那里有法国人 还有韩国人 有韩国人 李大根的也去了 还有加拿大的祖艺首 瓦里 去了好多外国雇用兵 他说这些人都是 就是说去支持乌克兰了 他们去参战 那么这56个俄罗斯军人 不是俄罗斯派去的 是他们 就是说是亲 乌克兰的 那么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有很多的这种亲属 有亲近关系 这56个俄罗斯军人 他们认为他们有亲近 在乌克兰是说俄罗斯语的 他们无法忍受乌克兰这种 说乌克兰语的这些人去屠杀 说俄罗斯人 他们自愿的跑去的就参战 实际上普京是不允许的 但是他们偷偷跑过去了 韩国的叫李大根 现在回了韩国 现在在接受审查 因为韩国是拒绝去的 去了之后 有可能好像是罚什么 一千万韩元 还要做什么几个月的牢 是怎么着的 反正他现在正在审他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56个俄罗斯军人 是自己跑过去的 要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去的 然后他就说 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 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处在一种 非常可怜可悲的这么一种状态 常年的贪污腐败 导致军队昏容无能 战斗能力极弱 一帮八七子弟 到了2018年10月 经过四年的战争 乌克兰最高军事检察官 阿纳利托马蒂奥斯表示 说乌军在顿巴斯地区 损失了近2700人 其中891人死于疾病 得病死的 318人死于道路事故 出现了交通事故死的 177人死于其他的事故 175人死于酒精和毒品的中毒 可能喝酒喝太多了 或者吸毒吸过多了 吸毒过量死的 172人死于武器走火 在部队里边拿着枪 还是擦身走火打死了 101人死于违反安全规定 可能是烧死的 或者是摔死的 我们知道了 万能规定 228人是被谋杀的 都怎么谋杀 这也说不清楚 还有615人最后选择了自杀 那么这2700人当中 把这些乱七八糟死的 都跑掉之后 还剩14个是战死的 这就是乱成一锅兜了 这个部队断成一锅兜了 这个事实上 北约方面也了解 乌克兰军队 由于军官的系统性的腐败 而声名狼藉 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这是为什么在几次 这种对俄罗斯语人 进行的屠杀战当中 屡屡失败 老百姓也不支持他们 根据英国内政部的报告 在2014年3月至4月的 乌克兰预备预军人的召回当中 70%的人没有响应第一次召回 80%的人没有响应第二次召回 90%的人没有响应的第三次召回 95%的人没有响应的第四次召回 就是说回来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都不愿意回来 都不愿意参军 觉得部队在胡搞 拿我们当炮灰 送我们去送此 在2017年的10月至11月 70%的乌克兰军队的应征者 没有响应2017年秋季召回活动 这还不算是自杀和开小差的情况 经常还有人 这里边有说俄罗斯语人 偷偷的跑过去去投奔顿巴斯的民兵 还有干这个的 还有没有响应召回活动的应征者 占反恐行动地区兵力约30% 知道什么程度就是说前方去打仗了 每三个里就有一个不来 跑了 当逃兵了 开小超 躲了 年轻的乌克兰人宁愿移民 也无意去顿巴斯打仗 这部分解释了该国人口的人口赤资 就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强大的人口赤资 这里面就来了 到此我要再给你加一段 就是说谈乌克兰人口赤资 怎么会是这样 在乌克兰任何一个稍微上过好点大学的年轻人 五个里边有四个都在备考亚斯托福 准备出国 这个情况在中国也是比较普遍的 中国不是码考亚斯就考托福 一定要移民 要出国要留学 剩下还有一个五个里面四个都准备 有一个不是去不了 是因为家境贫寒 实在无力支持他出国 出不了国 只要能出国 那么百分之百都想走 这还是因为乌克兰还没能加入欧盟 如果乌克兰能够加入欧盟的话 那么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身强力转的也愿意跑去欧盟去打工 只要加入欧盟不就可以就成了欧盟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 就乌克兰加入欧盟是说屁话 是说鬼话 欧盟可不傻 就你这能加入欧盟 你这加入欧盟 你就是个继承虫 你就是大累赘 你知道吗 你们这帮人不是来干好事的 知道吗 所以欧盟要加入的话 是要你经济发展一定程度才可以 你现在经济根本没发展那程度 你来了之后就是个脱油瓶 但是欧盟为什么一直骗他 说让他加入呢 就为了让他去跟俄罗斯打 乌克兰到时候没能明白这个事 所以说乌克兰的满大街都是移民欧美 怎么往欧洲移民 怎么往美国移民的广告 然后或者贷款借钱移民 就是贷款借钱移民是什么呢 在中国的这种福建省 有大量的这种舌头去移民 当然咱们要说 以前现在祖国强大了 都没有人愿意移民了 都没有人愿意来美国了 所以我跟你说 移民的移民中院跟我说 电话都被打爆了 真的是打爆了 而且说以前移民中院 来移民的 知道吗 问了几句不说话了 过后还要再返回 再问一下 先生您还有意愿吗 有什么问题 您可以跟我说 我给您解答说现在是什么 来咨询移民的 说两句话 一看这孙子还没想好 直接删这信 直接被人家信伤了 你别问了滚 我这太忙 忙不过来 最近就移民中院到另一个地步 你知道吗 所以 接着说 福建那儿 就是说8万美元 你敢信吗 我说这话都是十几年前 都是十几年前 8万美元在福建 去借 找亲近朋友借 在福建 你别的人讲人民币 讲人民币 人就不愿意听 没有用 你就谈美元 一说什么 他们结婚叫3万3 5万5 7万7 知道吗 都是美元 不是人民币 那儿没有人跟你讲人民币 讲人民币也没用 你有骚扰跟我谈美元 我们要硬刻的 所以人那儿 手头直接收 收美元 要8万美元 移民到 给你想办法 从福建能力带到美国来 这是当时福建 乌克兰也是如此 也是找人借钱贷款 然后移民 移民去打工 打工再来还钱 知道吧 就这么个意思 还有当兔和小额贷款的广告 满天飞 实在没办法移民 整天一门心思就想了 我们入欧 我们只要入欧就行了 随数可见的乌克兰 那些说乌克兰语的那些人 都挂着欧盟的旗子 就觉得我们是欧洲人 我们已经加入欧盟了 我们很快就要加入欧盟了 他们真相信 知道吧 那么入欧 他们就认为 乌克兰就认为 只要加入了欧盟 是解决贫困的唯一的方法 只要加入了欧盟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深根区去找工作 因为就深根签证了 就可以吸引 而且可以吸引欧盟的这些大佬们 来乌克兰投资 乌克兰的男性 跑到欧盟去打黑工 那女性就代孕 就是叫号称叫欧洲子宫 这个大家都听过 这个事我就不详意讲了 好不好 这个不展开 当然 欧洲子宫这称号 就是说实至名归 一点不开玩笑 导致乌克兰人口大量流失 1991年 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 乌克兰人口5200万 到了2020年 只剩下4400万 消失了800万人 每一年人口都在递减 而且这还是欧洲 其实乌克兰还挺能生的 欧洲子宫了 专门搞代孕 搞成绩 其实不是不能生 但是都是跑掉了 都是跑掉了 往欧洲跑 往美国跑 往各处跑 能跑全跑了 以前在纽约时 他们就有一个专门就弄了一帮乌克兰的模特 你知道吗 他们有那公司都是从乌克兰来了模特 什么都接 平面广告 什么这种动态广告 陪吃陪喝 陪什么都接 他说他是模特公司 但是都乌克兰来了 但是钱给足了 什么活都接 纽约也有 怎么说 是不是也有往中国跑的 我记得还要往中国跑 那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玩笑算了 不开了 开这个玩笑 很多人不高兴 但是讲个话 就是一个笑话 大家我觉得有的人太脆弱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凡是笑不出来的 都是真的 好不好 说什么 说有一个乌克兰妇女 跑到中国来卖银 然后卖了三年 攒了一大笔钱 回家买房子置地 开公司 然后再嫁人 然后嫁人的时候 他老公 发现他还是处女 反正笑不出来的 都是太短了 我老婆终于理解 我没说 我老婆不理解 是不是 不认为什么 还是处女 没想到 现在听懂了 笑不出来 都是太短 好不好 要自信一点 人家开个玩笑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 开这个玩笑 也是说 你就知道 郭州子宫 实至名贵 就这么个意思 笑出来 不要紧张 阿拉丁神灯 你说 我忘了 想不起来 他给那个男的 要徐叶还是 我老婆跟你说 给他讲什么正经事 都记不出 就讲这记得可清楚了 比我还记得清楚了 怎么回事 前两天看一笑话 这是美国人 说你美国人 这是美国笑话 说你美国人 美国人 去游种 捡着了阿拉丁神灯 然后就擦着阿拉丁神灯 阿拉丁神灯 那个神经出来了 神看了看他 说 你要干什么 你擦灯干什么 叫我出来干什么 他说我有愿望 你不是我要擦灯 你又满楼三个愿望 东方看多了 不是那事 只满楼一个愿望 而且是有代价 代价 什么代价 你说你先说 你什么愿望 我要有十亿美元 可以 但是呢 如果我要给你十亿美元的话 你要有一个代价 那什么代价 这样吧 我把你的小弟弟 变成了只有一英寸长 叫这么长 那哥们说 成交 然后 拉拉丁神灯 一打 然后这哥们的账号 突然就多了十亿美元 然后呢 他的小弟弟呢 还长长了一倍 这跟风光看太直了 多了十亿美元 小弟弟还变长了 我老婆就记这种笑话 记得可幸福 这么好的学员我哪找去 好 接着讲 接着讲 所以呢 在乌克兰 就逃离乌克兰 变成了乌克兰人的一种信仰了 都在走 其实呢 就是说 从整个乌克兰来看的 乌克兰的条件 其实真的是非常好 它不应该穷 从农业上来说 乌克兰国土 大部分的位于东欧平原 三分之二呢 是肥沃的黑土地 有欧洲粮仓之称 工业方面 乌克兰是除俄罗斯之外 继承了三分之一的 苏联的工业基础 洲际导弹 航空母舰 大型飞机生产基地 都在乌克兰 他们生产的钢 占全苏联产量的34% 铁占40% 农产品占46% 这么好的条件 但是呢 独立三十年之后 乌克兰的经济呢 不断的划扑 财政赤字呢 惨不忍睹 通货膨胀 居高不下 其实我就在这里 我就说乌克兰 缺少一个像邓小平那种 就是很文准很的一个人物 所以呢 导致他的这个 独立之后的大乱 整个国家大乱 进入了一个呢 就是说群雄割据的 这么一个年代 所以呢 这个力量集中不起来 发展的非常糟糕 乌克兰呢 虽是苏联的第二大工业加盟国 但生产配件的企业呢 在分布在其他加盟国 主要呢 集中在俄罗斯 他虽然是第二大 但是第一大就是俄罗斯 所以当时的问题在这 他当时是在苏联的一部分 所以他生产一部分 俄罗斯生产 他们吃完一起就好了 但是没有了俄罗斯之后 就出现了问题 就是说 仅靠乌克兰自己 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线 一个生产流程 完成不了 而且呢 乌克兰当时生产的大部分产品 实际上都是卖给苏联和俄罗斯的 知道吗 那解体之后呢 失去了最大的买家之后 产品质量不够 欧美呢 又不愿意当了接盘侠 就觉得你卖的一些产品 很多的这种型号呢 跟我们不符 比如说你造AK 我们玩AR15 你那部长拿到我也用不了 所以呢 众多企业呢 纷纷破产 乌克兰民主之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在民主体制的时候呢 当时是民主体制呢 它不健全 所以呢 国有企业呢 全部呢私有化 国家民生的各行各业 都被一些寡头呢 垄断了 寡头呢 有了足够的资本 继而呢 控制政坛 为寡头自己呢 去谋福利 乌克兰呢 夹在两墙中间 按当时来讲 其实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左右逢源 保持中立 大家在呢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应该是这样子 就好像中国那时候 刚刚49年战争的时候 张志忠呢 不就张志忠 不是那几件事 来谈判的吗 就老毛就问张志忠 有什么建议 张志忠就现在世界格局的 两强这个分立 那么呢 就认为中国呢 应该在中间 既不亲美也不亲俄 那老毛呢 后来就写了一个呢 别了思俗为登 说呢 这种呢 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不容呢 有任何的含厚 那就老毛就没有听嘛 所以他们当时呢 也是这样子 就最好方 乌克兰呢 也是保持中立 是最好的 可惜呢 乌克兰一直都没有一个呢 手段高明 像邓小平那样子的 政治家出来 一直都没有啊 除了亚努 科维奇呢 其他人领导人 基本上都冲在呢 反俄罗斯的第一线 都在反俄罗斯 那 然后呢 就是后来 俄罗斯就 伙同德国一起呢 不要修建的 绕过乌克兰的 北溪二号 天然气管道 就绕过乌克兰 就觉得乌克兰 现在你也不听我话 我绕过你 我再修案一条 我都不送你乌克兰过了 就是说呢 为了摆脱呢 乌克兰对于天然气 输送的这种控制 以前是从乌克兰过的 那那个时候呢 乌克兰每一年 只要光这个过路费 都能收几十亿美元的过路费 然后呢 还能得到一些呢 你知道吗 还能得到人家的这个天然气 还能得到钱 还有过路费 这多好呢 不行 不行就跟俄罗斯闹 闹俄罗斯呢 干脆呢 我都绕过你 我修一个北厂的 我就这钱都不让你挣了 我不从你这过 那这个乌克兰的经济呢 又是呢 巨大的这种伤害 所以呢 乌克兰实际上当时来讲 如果他跟俄罗斯 把关系搞好了 把东西再卖给俄罗斯 跟俄罗斯形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然后呢 再有这个 再通气什么 有帮助呢 为寡头呢 就送到老百姓得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老百姓就认为 这些寡头呢 跟俄罗斯是一伙的 来压榨我们 就好像你看大陆 大陆给了台湾很多的好处 但是台湾老百姓没有得到 台湾老百姓觉得呢 都是那些汤姆腐败人拿到了 但这个呢 你怪老共就不好了 对不对 这你台湾你要自己想想 为什么老共对你台湾够让利呢 当年马英九赛的时候 你台湾水果来卖 大陆水果是不许卖的 什么时候你的水果卖完之后 大陆人才能穿卖水果 那真的是让利给你们 对不对 当然是你们没中当 我也承认 最后都是被这些中间商盘剥走了 老百姓没有得到 但是那是你政府贪污腐败的问题 你政府没有解决这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你政府要想办 是你这你要怪你政府 不能怪到大陆来 对吧 接着说 说呢 以至于到什么呢 就是说到了前几天 到了今年 就是说五月份的时候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的秘书 丹尼罗夫提议 放弃的西里尔字母 改用了拉丁字母 西里尔字母 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语的字母 你不还学过一点俄罗斯语吗 那个字母就是西里尔字母 是不是这个 西里尔字母 那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 它相当于斯拉夫民族的一个母语 然后呢 乌克兰呢 现在放弃了俄罗斯语 只要保留了乌克兰语 然后呢 现在明确规定 乌克兰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国内的俄语的媒体 书籍说俄罗斯语的人 都要受到打压和迫害 那乌克兰语呢 和俄罗斯语呢 是同宗同源 发音呢 和俄语呢 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现在为了彻底摆脱 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 乌克兰要从根本上 改用的拉丁文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提议 还没有成功 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乌克兰这个国家 开始整个就是说 因为多年的这种失败 经济上的失败 各种的失败 导致了对自己文化的 一种不自信一种厌恶了 他认为我现在犯着之下 就因为我跟俄罗斯文化有关系 我们的渊远流长 是这个文化导致我有问题 我只要把这文化改变了 我现在完完全全 我干脆我连他 其实我觉得乌克兰有点 就是说我干脆我 连乌克兰又都不说了 我干脆说英语就得了 我干脆说英语 跟英美接轨 我就好了 其实现在中国有一部分 也是这个观点了 你发现中国现在有各种 这学那学的不也是吗 就是说中国人干脆 就是说是中国人有问题 就中国文化有问题 只要我们把中国文化都摒弃了 我们不学方块字的 我们不说中文了 我们都改成英文 我们都改成英语 我们中国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跟乌克兰差不多 不中国还好 因为最近这几年 邓小平还是改革开放的 这经济上来了之后 自信性还稍有点提高 如果当年 如果当年小平同志软弱一点 六四之后大乱 邓小平就跟亚诺科威吉一样跑了 颠了 中国一下乱上一锅舟了 我们现在可能跟乌克兰差不多 就会更加的不自信 你知道吗 其实今年六四节目的时候 我就想讲这个 但想想还是算了 这个想法还不太成熟 我回来我再想一想 我今年六四的时候 但今天讲到这儿 我稍微说一下 我跟徐晓东 我跟徐晓东 跟徐晓东先生 东哥 比较大 东哥 我跟东哥 我们私下里一直都有联系 徐晓东先生 其实录节目 也提到过 东哥前两天也录的节目 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些说法 有一些就是说不同意的地方 东哥 但是还是非常的非常温和的 我也去听了 我跟东哥之间 我们私下里一直都有联络 东哥他在节目里也说了 但是我一直 我没有 就是说东哥 不管他说什么 我从来我没有回应过 为什么 其实我跟徐晓东先生 我也是说 我说东哥 要不你就来 到我频道里来 咱们做一些节目 咱们当面罗 对面有什么话 咱们把他就是挑开了 挑开人生 说两个话 咱们说清楚他 对不对 我说就是这样子 你在那说我 我在这说你的 我觉得这样没有意思 你来了 咱们当面说 我觉得那就比较好 如果真有想法 有意见 你就来 但是我到今年六四的之前 我就邀请了萧小冬先生 要求邀请东哥 我说东哥来了 咱们做一些六四特别节目 咱们聊一聊 我现在有很多的 我对六四我有我的想法 我说东哥 你肯定你有你的想法 我觉得咱俩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状态 咱们可以去交流一下 我说中国 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大一统 太久了 那么中国在国内就一种说法 必须统一 谁不一样的弄死谁 现在海外也是 说法必须统一 不统一就弄死谁 我就想要求东哥来 说说聊聊这个 但是东哥 他现在他跟我说 他这个情况 就是说 处于一个什么情况 还是在被监督 被监管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他其实也挺不满 然后他觉得来我频道 实在是不方便 尤其说六四在国内的特别的敏感 这个事 他说他不能说不能提 但东哥跟我说 当时东哥跟我说 他说没事 兄弟 你想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就说 我假装没汉奸 我不评价 我不认识什么 我就这么一个态度 我说 我说这样的不好 东哥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东哥这样吧 我还是等你什么时候你能出来了 你能出来了 你有机会了 你安全了 咱们能坐着聊一聊 但是这个事我就一直没说 其实我一直 我前面说好几次 我一直想举一个例子 但是由于 徐晓东他没有来 他不来 我不方便说这个事 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没有说 但是今天反正 但是我觉得 好多次到这之后 就绕不过去这个地方 我还是把他说出来 好不好 我知道东哥现在 可能也不方便回应或怎么样 咱们 到时候咱们再说 但是我先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东哥有不同意见的 如果想公开的回应 公开回应一下 如果不想公开回应的 我们可以私下回应一下 或者你可以来 你来我频道 或者我去你频道也行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说出来 把我想说的说出来 对不对 就为什么 我一直想拿徐晓东 这个事举一个例子 就在这了 东哥 他以前 就是说他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跟雷雷一打打拳出来了 说完之后 他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武术 当然主要可能是太极拳 这边有一些骗子 一些假的 一些传统武术当中 一些不能说是全部 其中的一部分虚假的 这些假的太极拳 假的传统武术 要进行一些打假 对不对 然后惹了一些人 说实话 有点断人财落 因为有一些 所谓的这些大师 就以此 是作为自己的 发财致富生存生活的 这么一个经济来源 其实是党人财落 党人财落之后 就引发了一些问题 后来就有人 去徐晓东那 就堵他的门口 你在网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视频 有好几次被堵在门口了 不让他走 后来叫了保安 还有一次去他全馆 在一个厕所里边 跟一个人 徐晓东说 你打我多了 我打不了 你打我 我打你 好像我有问题 你打我多了 你打 那人就打 徐晓东嘴巴子 我记得好像 打了多少个 然后徐晓东 反正就摁着他 反正闹得就这样子 然后徐晓东就特别生气 我记得徐晓东 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特别羡慕 台湾的馆长 馆长好像是陈志涵 羡慕这馆长 你看馆长在台湾 跟他差不多 也是等于开武馆 对不对 馆长算是开健身馆 健身馆 力求准确 徐晓东 我不知道他认为 他开的是健身馆 还是武馆 就由他自己来定义 反正开一个馆 咱这么说 体育馆 要非常小心 因为咱们现在 指名道姓的 说谁的话 一定要说的力求准确 好不好 是打假 好不好 然后是开的一个健身馆 或者一个 以徐晓东先生的说法为准 好不好 但我怎么让他都开这个 他就是说 很羡慕的馆长陈志涵 觉得陈志涵在那可以享受什么说什么 陈志涵那也是一个就是说 怼天怼地 怼空气的一个主 你知道吗 来的谁吗 谁来怼谁 怼谁卷谁 你知道吗 也是那么个主 对不对 那都非常羡慕 你看他在那 怼他怼地 怼空气 还可以在网上的直播 想说什么说什么 而且不耽误挣钱 对不对 陈志涵挣很多钱 徐晓东就非常的羡慕 对不对 说你看我在这儿 对不对 弄得我 各种直播什么的都不能漏脸 直播带货的都偷着搞 我只要一漏脸 可能就把我的直播带货什么的都给毁了 耽误 耽误我挣钱 对不对 然后我还受到各种的这种政府的这种打压 对吧 还有人给我堵到门口来 有一个傻逼 那个傻逼我一撇了 应该给他打废了 结果呢 我也让他打我 断了个嘴巴子 对不对 萧东都特别生气 对不对 就觉得就是说 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在羡慕台湾的那种舆论环境 对不对 关于这个事 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馆长传承害 在台湾市 怼天怼地 怼空气 后来怼到谁呢 怼到 咱们挑来千万说两话 怼到白狼那边去了 对吧 白狼张安乐 对不对 挑战 其实是挑战 不是挑战 他还不 我觉得馆长 也是比较 其实上的馆长 馆长跟徐晓东 东哥 他们俩有一点非常像 他们两个都是情商非常高的人 他们可能从小练功 不太喜欢读书 不能算是文化人 某种程度上算个粗人 我这么说 我不知道东哥 可能不爱听 但是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武术家 对不对 算一个粗人 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问题 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但是非常的情商非常高 非常的会处理的这些问题 所以陈志涵实际上没有跟白狼张安乐直接怼 是跟张安乐下面的一个人怼起来了 后来那个人还堵到陈志涵馆长 他门口来骂 陈志涵当时我记得说的很清楚 他也发了直播 他说你下次再来一次 你试试 你别看 不是围着一帮警察 在那维持秩序 他说你看我他妈抽你 警察拦得住吗 你看我打你 他拦得住吗 他当时这个搞完之后 你知道吗 当时我就替馆长捏把汗 因为白狼不是开玩笑的 白狼张安乐同志 你看从年轻开始 从来不开玩笑 白狼有时候动不动就说 谁不行 我们要点了他 就拿枪去点他 你知道吗 白狼是真的敢 是真的敢 当年江南案白狼有参与 这个都是网上你都能查到 你网上搜白狼 这一般人是不敢在台湾挑战白狼的 当时馆长做这个事情 当然他没有直接去挑战白狼 挑战白狼下面的一个人 但这我就贴上捏了一把汗 果不其然在馆门口被人打了三枪 但这跟白狼没有关系 跟人家背后都没有关系 完完全全是他们的用纠纷 我说这些事 我都是非常小心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是明白上 对吧 谁也不是傻子 我们一看我就知道 当时陈世翰那事一出来 我一看我就跟你说 跟什么纠纷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就是挑战白狼 白狼应该算竹联邦 人家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对不对 来了在馆门口 被打了三枪 好像开了三枪之后 有一枪没打中 有两枪打中他了 当时他中了枪之后 还开了直播 直播就台湾网友特别有意思 他当时他抽烟 他疼 抽两口烟 压压惊 然后开了直播之后 就随着往那烟扔了 然后台湾网友说 抽了烟 他随手扔烟头 你都不知道台湾网友 人家被打了两枪 立场开直播 台湾网友指着 他随手扔烟头 也是思路特别清奇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 就是说 你看徐晓东同志 他是还是 徐晓东 东哥 他非常的 就是说 其实是羡慕馆长 在台湾的舆论环境的 对不对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一件问题 就是说 你徐晓东 你在大陆 闹成什么压 二八八的那帮人 没有一个敢派人 到你馆门口 给你开三枪 给你打 在你身上打三枪 你问他们谁敢 就中国大陆 就这面 光网在那阵着 所以按理说 是党人财 台湾来讲 我跟你说 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你还发现台湾很多是非常小心的 尽量不打 党人财路就有可能就出事 台湾这些年出多少次 这个谁 县哥 吴东县 被人堵着家门口 打了三百多颗那种强力逼逼弹 打了家人窗口全都 他的医院是违法医院 弄别人打死人的 知道吗 打了三百多颗医病弹 出去被人打了 头壳血流 香港 谁 我记得是谁 校长 谭永林 谭永林和曾志伟 他俩的经纪人 是不是被人砍死 他们为了要单独出来 也不知道要搞一个什么 经纪人在那儿 被人乱刀砍死 砍完之后 他俩也 鲁汉也都比较冷静了 也不想再闹了 是不是 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记得被人乱刀砍死 在香港被人乱刀砍死的经纪人 不光他们一个 还有谁的经纪人 也是被人砍死了 是不是谁 李延洁 李延洁在香港的经纪人 是不是也被人砍死了 对不对 梅艳芳出血 为了喝酒不喝酒 前两天唐山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 在这跑这提 说到唐山问题 就说这种小的黑社会 和大的黑社会的区别 你看 唐山就为了喝酒 怎么着 他们大那几个女的 一堆人全网在骂 臭流氓 不要脸 打女人 枪毙他们 香港 梅艳芳 梅艳芳当年 就是为了让梅艳芳喝酒 梅艳芳不喝 给了梅艳芳一嘴巴 知道吗 最后弄了两条人命 梅艳芳这帮人去了 把他 把他给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 梅艳芳后面那人 后来打死了 他也照着火了 对面也是人家黑社会的 躲到澳门去了 最后人知道 澳门拿枪把他打死了 两帮 两个大哥 死了两个大哥 对不对 你看全网都是什么 一片崇敬 这是我大哥 这是我亲大哥 这是什么 真的黑社会 知道吗 唐山那是小混合 你看 就是说这样 就是都是混黑社会的 你明白吗 这种小混合被骂死 那种大哥 都是全网都是一种 崇敬之情 你懂吗 所以呢 这就是中国社会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总是在向往 港台的这种 黑帮大佬 竹联邦 对不对 我好大哥 干死你 到那个 先是打伤了 又到了医院 又去弄死他 我记得 后来那个人躲到澳门去了 还没完 他们这帮黑帮 要去复仇 躲到澳门 最后还一直追查他 追查他一年多 他躲 他知道在追查他们 就跟你看那教父 西西里 他们谁 阿尔帕丁奴 老二 麦克 麦克我打死人之后 被他帮他爸爸报仇 帮他躲到西里 就做过那帮人 知道西西里 还要炸他 就把他老婆炸死了 这么就没完没了 就是黑帮这种复仇 你懂不懂 所以你的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 你有想过一件事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跟东哥 就商量 商量探讨 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对东哥 怀着无限的这种尊重 我们一个 比方年纪大 我们的一个兄长 对不对 但是说这事 就是说 你虽然你在羡慕 台湾的馆长陈志汉 但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六四 中国也开锅了的话 你现在再在武林打假 很有可能被人堵着门口开黑枪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 我不是说谁好谁坏 但是各有利弊 就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问题 我们来到美国 发现美国说 也有美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更严重 这是肯定 我们要解决它 但是没必要妖魔化它 也没有必要 就一定要把什么台湾 香港 美国说明天堂 把中国说明地狱 没有必要去妖魔化它 而且你现在看乌克兰的问题 我们在想 我经常在想 六四特别节目 就在这 就是说六四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 如果是亚努科一期的话 我们现在会不会跟乌克兰是一样的 其实不得而知 这个东西不好说 你知道吗 各有各的问题 中国有可能就跟当年民国之前一样 什么傅作义 吴佩孚 就最后变成军阀歌剧 可能就是说 就不是明面上的吧 但是就是各有各的山头 各有各的寡头 乱成一锅粥 乱成一锅粥之后 这事就不好处理了 很多问题都不好处理 所以各有各的问题 所以你不知道 其实说不清楚 中国出了中小平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就我目前来讲 我以前我对六四 那是充满了这种 憧憬和尊敬的 我们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那时候我上高中 我为了六四的事跟他们吵 有一个男的 他参加过六四的 他跟我说 你不能这么思考问题 他说六四 我跟他吵六四的事 他跟我说 我告诉你 六四那天我就在天安门广场 但是他的想法其实不一样 他比我年纪大 大很多 我们俩就吵六四的事 那是我在国内的时候 知道吗 而且我们俩都是想移民 我们俩都是去一个英语学校 就学一些英语 是老外开英语学校 学英语 但是我们俩还是会吵这个事 他俩像 我那时候就过于偏激 那时候我年轻 我来了美国之后 其实这些年 我觉得我一直在转变 一直在改变 我不断的反省六四这个事件 我有了很多新的这种想法 所以很难说清楚 很难说谁对谁错 关键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六四的学生 我是绝对到现在 我也是支持的 他们的想法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我经常说 好事看结果 坏事看初衷 他们的初衷是绝对是对的 他们是为了中国好 这没有问题 但是邓小平呢 邓小平是为了中国坏吗 所以我经常说 就是双方 就是说打的你死我活 互相不能理解 觉得对方是魔鬼 我是天使 但是最后 其实你们是一样的 你们都是为中国好 到现在也是 但是海外的这些人 能听不同意见吗 就是我坐在这 我是为中国坏吗 我在说这些 我为中国好 还是为中国不好呢 对不对 但是你能静下听来 听不同意见吗 你能听的话 我觉得你才配 你才有资格谈民主 如果你这都听不下去的话 你谈什么民主 因为民主了之后 肯定那就一派打一派 你看台湾 你看国民党和民主党打成什么样 你再看美国这包 对不对 那肯定是 如果中国有一天民主的话 各种声音都会出来 到时候就不像现在都不叫乱 那时候更乱 你懂我意思吗 那时候还有郭文贵那种力量 你知道吗 那就是 那更说不清楚了 那更复杂 对不对 你说他到底是个 你怎么定义他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今天反正最后没忍住吧 还是把秀晓东东哥这个事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东哥能不能看到 中国东哥能看到这一段 如果东哥不方便说的话 我们思泰亚也可以讨论 或者我还是觉得 就是东哥 如果你能看到这点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其实我不太愿意我们这样子 就是说好像隔空的去喊话 没意思 如果真的不行 你来或者我去你频道 我们当面说一说 我们聊一聊 我们我觉得真理不变不清 我们聊一聊 有时候说一说 可能对我们说中都有启发 但是我也承认一点 就是说我不可能说服你 我觉得你也不太可能说服我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都说出来之后 我觉得对观众会有个启发 观众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对吧 其实上次那个事的时候 有人说 你要不你就公开跟徐晓东怼 有人就说你跟他怼他怎么着 我没有必要 而且我跟东哥 我们私下都有联系 我就跟东哥 我上次跟东哥 我上次已经邀请了东哥来 但东哥就说他不方便来 你知道吗 他说他现在各种情况 因为我这边比较敏感 所以你也了解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反正我把我 因为我一直想拿 我主要是想拿 徐晓东和陈志翰这个事 举一个例子 其实哥在这特别合适 你看乌克兰的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意思 你懂吧 所以反正不关怎么着 我们跟东哥 我们私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逢年过节 也都互相慰问一下 有什么事都会去沟通一下 我想就是说虽然意见不同 我跟东哥也说 我是认真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虽然我们有些政治观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 我们私下里作为个人来讲 我们是互相尊重 是吧 所以反正有机会 我真的有特别的希望 盼望有一天 东哥能够自由的去 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能有机会 我们来一块聊聊天 好吧 这个话我现在憋了好久了 终于说了 我还挺开心的 说出来了 接着说 就是说 他们要换拉丁文 就是说对自己文化的一种不自信 所以我说 我们中国现在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没有问题 你读读孔梦 读读老庄 我们的文化不是有问题的问题 我们的思想非常的先进 但是主要为什么 你会发现 真正思想好的时候 都在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的时期 后来一大一统了之后就不好了 所以中国要能够重新回到百家争鸣的话 中国又会有各种大家产生 怎么百家争鸣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 不管是邦联还是联邦 就这个事 我说过好多 就各个地方来讲 应该要自制 天丁自己选自己的市长 北京选自己的市长 台湾选自己的省长 到这的时候 我今天 今天咱们既然到这了 咱们就挑战极限 好不好 一个六四 我的态度 我现在说出来了 我再说一个台湾的态度 今天喝水 压压惊 好 喝完水了 压完惊 接着说台湾这个事 台湾这个事 其实我的态度也比较明确了 我之前在我的频道里 做过一次投票 还记得吗 我就说台湾到底是 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 到底算是中国的内政 是内战 还是对外侵略 我的意见非常明确 就算大陆打了台湾 这属于内战 这不属于对外侵略 只要你认为是对外侵略 实际上就是台独了 你就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国家 对此 我是不买账的 我说过 我支持台湾自治 我不支持台湾自立 你懂我意思吗 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几千年接受大一统的这种思想 我们不认可 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割让领土 割让主权 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是任何人当领导人的时候 知道吗 不管对内如何残暴 但是对外如果丢失了领土 那这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这都是本民族的罪人 本国的罪人 这个没有办法 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耻辱的一笔 所以他们当年把海森碗丢了 当然多人关于丢海森碗 争议也比较大 到底谁丢的 互相指责 丢了的 一定要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将来搞不好以后会拿回来的 直共强大 这个一定要有所考虑 知道吧 台湾也是 台湾自治可以 独立 我不支持 甭管是谁都不行 没有那种玩法 今天出一个明天出一个 那还得了 你后面中国就没了 哪有这么玩的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玩 知道吧 我认为你邦联也好 联邦也好 这两个我都能接受 但是要在一起 组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 但是邦联 其实就有点不是统一国家了 但是联邦 我可能更支持联邦一点 好不好 邦联 有点 有点 其实就是 有点 太国为松爽了 不太好 整个来讲 还应该是一个 还应该是一个国家 所以 我觉得台湾最好 等一等 不要着急 大陆就快要了 到改变的时候了 我个人认为 15年到20年 大陆必然会有改变的 等到大陆改变了之后 大陆也变得 就是说这种联邦制了之后 台湾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回来的 回来之后 对台湾有好处 没坏处 但是当我到目前这个状态 是不行 现在目前状态是不好 但是只要你不闹 你只要你不独立 我们等一等 把这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过去之后 会有曙光的 但是如果台湾现在 一定要独立的话 那就必须拿回来 那没办法 那我就直时拿回来 那就 那该干就去干 那没办法 那就该干什么 我以前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说 说要到最后的话 怎么办 我跟他说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一直不明白 我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那时其实没有说清楚 这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有些事是没有办法的 台湾不能独立 不能走 只要不走 还在里边 什么事都好说 要走就只能干 没办法 只有对台湾问题 今天我的态度 我以前一直回避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打台湾看来 已经到了一个提倡日程了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在这会儿 我把我的观点也要说出来 今天真的挑战极强了 今天把六四和对台湾的观点 我基本上都说出来了 但是这个也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 就是说形成的 走到了这里之后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成熟或者觉醒 有人认为可能不是 那就无所谓了 这个东西也就各个的去说法 好不好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在中国漫长的 可能几千年 剩下5000年历史上 只不过就是那么一小段的时间 那不会 绝对不会长的 知道吗 但是台湾如果走了的话 那就是根本的走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明白吗 所以你不能拿一小段时间 去换一个融合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我们的文化没有问题 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率先去实验 共产主义的这些国家的人民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还更善良一些 因为共产主义 它的本质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 但是最后 它变成了一种最邪悦的东西 你知道吗 只有像我说的 就是说智商是个圈 你懂吗 就是最愚蠢的和最聪明的之间 只有一线之隔 多走一步就是最聪明的 再少走一步就是最愚蠢的 所以最善良的和最邪恶的 实际上只有一线之隔 他们当初要搞共产主义 其实是想 是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最后完完全全的失败了 完完全全的失败了 进行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 共产主义的一个实验 做付出的惨痛的代价 但是 今天再挑战一个事情 关于老毛 就像我说过 我前段时间看了很多 关于老毛的书 对老毛我有整个从心的这种想法 你包括像高华 高华老师写的 《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后来又看了很多 就是说中国党史的这些研究的 这些专家们 我看了很多 我但记不清楚了 太多了 什么沈志华 还有那个叫什么 韩庚 韩刚 韩刚 是吧 还有谁 反正我听了一大堆 听了一大堆之后 我几乎能找到他们讲了 我都听了 听了之后 最后我基本上认为 我觉得我年轻时 对老毛的定义有问题 我一直在年轻时 对老毛的定义就是 希特勒 是一个疯子 是一个什么 现在 我现在对老毛的定义 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我现在基本认为 老毛 他是过于理想化 老毛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追求 物质享受的一个人 很多人愿意把老毛说成 是什么 天天大鱼大肉 然后三宫六院的那种 实际上就我们看起来 老毛还真不是 老毛是个理想主义者 过于理想了 你知道吗 过于理想了 过于理想之后 老毛一直 我就到最后 他搞文革也好 搞什么也好 他最后在坚持一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他不希望中国出现阶级 你去理解我这个话的意思 老毛不希望中国出现阶级 老毛认为中国出现阶级 他的一生就是以失败告终 老毛觉得他一生追求的 就是在中国消灭阶级 没有阶级 你知道吗 但是当中共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毛发现 阶级的苗头又出现了 要出现阶级 老毛要消除的就是阶级 但是没有阶级的话 这个社会没法正常运转 老毛到最后他没想明白这一点 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 他到最后死了 还是希望中国不要出现阶级 只要出现了这种阶级 他认为他的革命文文全全失败了 但是他的革命 从头开始他追求的就是一场梦 他注定就要失败 那么老毛在这种追求的过程当中 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而且他认为他追求的这个东西 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 所以有伟大的理想了之后 他认为他做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他首先在上追求的就是一个梦 其次他又没有去认可这种程序正义 在过程中的程序当中 就做了很多各种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最后我几乎认为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人物 但是也没有办法 中国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尝试 我觉得你要从长远看 也许也不是一个坏事 就是说共产主义就相当于是 是这个流感相当于是新冠一样 你先来一下 你打了一个疫苗 你有了抗体 以后就不为他坑了 美国现在搞的 你说这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差不多 知道吗 就是说他最后不得一场 这个新冠他完不了这个事 他不打这个疫苗他过不去 你明白吗 其实美国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反对的 他们意识到这个有问题 知道吗 当时抗体很强 身体很棒棒的 抵御住了共产主义 但是就现在来讲 很明显 他们 也要找这道 也在欧洲也是 你看欧洲和美国 现在其实搞的 他们叫社会主义 他们改个名字 但是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套了一层壳而已 搞的还是在共产主义 他们一定要吃这个亏 你知道吗 不吃这个亏不行 所以 反正 好不好 你看今天挑战迹象了 今天在这 接着说 接着回到他们这里来 还是谈到 他们的改用拉丁文 所以我说 我们中国人 我们还是应该 对我们的文化 有一定的自信 共产主义这种东西 不是不在自我们中国 这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我们是被欧洲人骗了 知道吗 马克思恩克斯 我们被他们骗了 他们抱着这种 他们也不算骗我们 他们也是想解决 社会问题 你明白吗 今天又再跑题 又要讲到 寄生上流 其实就典型 就这问题 但今天不但反正 我嗓上都哑了 好不好 不但往那儿跑了 但是老公说 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我们回归到 我们自己的本源的文化 就真的回归到哪 就是恐梦之道 回归到老庄 回归到这种儒 回归到王英明这种 我们都没有问题 我们是可以发展过来的 这只是我们就 共产主义 就是一场病毒 一场流感 我们整个民族赶了一个帽 打了个喷嚏 或者说得了一场重病 居家隔离了几十年 整个民族真的是复苏惨痛的代价 但是最后对于本民族的发展 我觉得未必是个坏事 让民族了解到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在本民族内 对这种东西 对共产主义这种东西 对社会这种东西 产生了巨大的抗体 我相信未来几十年 我们都有这个抗体 但当然了 这个抗体后来可能慢慢的又会弱 又可能又再来一次 你就跟流感一样 没事又来一次 没事又来一次 有可能 也许过了未来几十年 或者几百年 又疯了 又要搞一次共产主义 又要搞一次 有可能 但是再吃一次亏 再来一次 就跟你打疫苗一样 你没事今天打一期 然后打个加上针 打个加上针 打个加上针 就差不多这意思 好吧 但是整体上是如此 好吧 然后回归到 回到他文章 刚刚那个是我加进去的 回到文章 他文章说 乌克兰国防部随后转向北约 寻求帮助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在这儿的问题 在这儿的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 他70%的运动者 不愿意去参加军队 导致了他在乌冬地区的战争 反恐行动地区 这兵力约三分之一 都开小事都跑掉了 每三个就已经跑掉 这仗没法打 为什么打不过 他们都说是打不过俄罗斯 不是的 是你自己本身有问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乌克兰国防部 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他们向北约寻求军事帮助 就北约能不能帮助我建设军队 让我的军队更加的现代化 更加的有战斗力 希望使乌克兰军队更具的吸引力 让乌克兰年轻人 愿意去参军 愿意去打仗 然后笔者这个人 雅克先生说 他说因为我曾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从事过类似的工作 所以北约要求我参加 恢复乌克兰军队形象的项目 所以他是亲吟者 为什么这个人 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 他对这个事都非常了解 他说我就参加了 恢复乌克兰军队形象的项目 恢复形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乌克兰领导人 希望迅速取得成效 希望今天你们来了之后 明天年轻人就愿意参兵入伍了 但哪有这么快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他说因此 为了弥补边缘的不足 乌克兰政府求助于准军事力量 就是什么一间民间组织 因为准军事力量少 2020年 这些所谓的准军事力量人数 约为10.2万人 到这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以前在提到亚素营的时候 我认为亚素营 只是乌克兰军队里的极少部分 俄罗斯以亚素营 消灭纳粹分子为由 入侵乌克兰 这个站不住脚 我觉得这是少数 但现在看起来的不是 他们差不多 占乌克兰军队组人数 约40% 这种准军力量 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法国 提供武装资金和训练 总共有19个国家 为他们提供的支持 因为他们是北约派驻去 帮助他们建设军队 19个国家 对这些人 10.200人 进行了这种武装训练 这些就是他的这种 亚素营市里边的 佼佼者和代表人物 但是其他那些人 其实跟亚素营的观点很像 也就是说 在乌克兰军当中 40%的这种 就是说有纳粹倾向的 这种部队存在 这不是一个少数 这个人能提出准确的数据来 这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 但是极少数 但还不是 为什么形成了这种力量 就是因为自己的部队打不了仗 打不了仗之后 就要再建立一支部队 再建立一部队是能打仗的 这支部队就需要 它的意志非常的顽强 情绪非常的亢奋 西方国家由此开始明确创建 并且支持乌克兰的一些 极右翼的民兵组织 即便这些民兵组织的 这种纳粹性质非常明显 但是从现实表现来看 这些准军事力量成员的 极度狂热 而且极端的崇尚暴力 传达了六人作伍的意识形态 还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 亚素营是这些团体当中的 最典型的代表 亚素营的徽章 就让人联想到 党卫军第二帝国装甲师 该师在1943年 从苏联手中夺取哈尔科夫之后 于1944年 在法国实施的格拉纳河畔 奥拉杜尔大屠杀 但是却因如此恶劣的行径 在乌克兰受到了崇拜 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亚素营 入的是第二帝国装甲师的徽章 他没说清楚 我在这给你加进来 首先来说 格拉纳河畔 奥拉杜尔大屠杀 是什么事 他这个叫帝国装甲师 翻号是党卫军 第二帝国装甲师 在当年德国的时候 分两个 一个是国防军 是德国的普通军队 另外一方是党卫军 党卫军就是说 是保卫纳粹的政党的 保卫他们政党的 这个就是说 更加的疯狂 是德军的王牌部队 组建于1934年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这个帝国时参加了 叶利尼亚战争 基辅战争 莫斯科战争 哈尔科夫战役 不是都战役 叶利尼亚战役 基辅战役 莫斯科战役 哈尔科夫战役 库尔斯科战役等 战绩的辉煌 在打苏联的时候 屡战屡胜 当然自己也是 复苏惨痛的代价 但是战绩辉煌 立下了丰功伟绩 尤其打苏联 为什么他们这么出外 就觉得 我们就要像党卫军的 第二专亚事件 把苏联人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与德国国防军相比 党卫军就是一支恶魔部队 它是一种纯纳粹的组织了 1944年6月10号 帝国师元首团 三营营长卡姆普夫 在利诺日附近 被法国抵抗组织俘虏 在转移过程中 卡姆普夫的司机逃脱 跑回部队去汇报 司机认为 卡姆普夫很有可能 被送到了奥拉多尔小镇的关家 但后来事实证明 实际上没有送到小镇 实际上误会 元首团营营长 狄克曼与卡姆普夫 私交极好 带位的前往奥拉多尔 去救他 狄克曼带领约一个连的士兵 于6月10日到达了奥拉多尔 小镇长路中 人口300余人 后来涌进来 数百名的难民 使总人口数达到了600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 狄克曼指挥部队 将小镇翻了个底条线 也没有找到 卡姆普夫 一路之下 命令镇上200多名男人 赶往古仓和车库 开枪射杀 他们就认为 他们可能把这个上上原 宰了 埋了 他们不说 所以就开枪射杀 中枪后 为死者再用手枪捕射 随后放火点燃仓库 毁尸灭迹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有争议 有人说 他们是诚心的 朝腿部开枪 让他们流血而亡 这样能够死得更痛苦 然后在他们身上 放火火把他们烧死 当然这个 就说不清楚了 狄克曼依然觉得 不解恨 又下令将剩余的 400多名妇女儿童 驱赶到镇中心的教堂里 然后向人群的射击 除了一名妇女 侥幸逃脱外 其他人全部遇害 德军射击之后 点火烧毁了教堂 随后到镇上挨家挨户 搜敛的值钱物品 临走时 放了一把火 把整个镇子 是个烧毁 据统计 镇上遇难者 共642人 纳塞营就用的 就是他们的 徽章 你就知道这意思了 西方一直说 将乌克兰的这种 军事部队 就是这种 吉尔尔相当于 在乌克兰的国防军之外 又建立了一支 党卫军 就差不多这意思 这支部队 能争善战 但是极度的疯狂 就是这种 军军部队 定义为纳粹 或者新纳粹 被认为只是 俄罗斯的宣传 西方媒体的当中宣传 这是他们说的 但是 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乌克兰的部队 去打 卢安斯科 对内斯科打不下来 所以这时候 没办法又建立 一支新的部队 这支部队 就是比较疯狂的 西方不得不支持 因为这支部队 也是他们的 投入资金和武器 支持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 乌克兰出事 我当时说一句话 当年在阿富汗的时候 美国支持的本拉登 给他培训 给他武器 让他去打俄罗斯人 等俄罗斯人打跑了 本拉登扭活手 就跟美国干 因为这是一帮疯子 在乌克兰也一样 美国人现在又支持 一帮跟本拉登 那帮货差不多的玩意儿 让他们去打 去打俄罗斯 现在是没打走 如果打跑了 你相信我 那帮孙子转化手 就让他们干美国 你知道吗 所以恐怖分子 你会发现 他们自己 就是说培养出来的 本拉登当年 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人 然后 他说 被认为的都是 俄罗斯的宣传 但是 以色列时报 和西点军校反恐中心 都认为 他们这些实际上 是一种纳粹分子 他们实际上 跟西方的媒体 是不一样 但是没有人管 没有人去调查 2014年 新闻周刊杂志 更多的将这种 乌克兰这种军事部队的 亚素营这帮人 就是说 咱们简直他们亚素营 将他们与 这种 IS 联系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一样的 根本拉登没区别 他说 就是说 作为读者来讲 你们可以自己去理解 去判断 我就不管了 但是笔者 他写到这就完了 好吧 他说 这些准军事部队 被编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后 根本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 去纳粹化 在众多的例子当中 亚素营的徽章的演变 就能告诉你 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人 他说 在2022年 在经过筹密计划之后 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军队 被组织为这么几种 一个正规军 隶属于国防部 编为三个作战集团 拥有坦克 重炮 导弹等重型武器 具备的机动作战能力 然后国民警卫队 隶属于内政部 编为五个国土防御指挥部 然后由国民卫队指挥的 这种准军事力量 被称为叫志愿营 或者亚素营 去他们其中的一个营 亚素营是以他们当地 地方的地名命名的 但是其他这种志愿营 就可能也以他另外的地名命名 但是他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这种力量就被称为的叫志愿营 也被称为复仇者 就是专门的去报复俄罗斯人的 等相对吸引人的名字 主要由步兵组成 然后就吸引了大量的 乌克兰当地的一些激进的年轻人 就终于把兵就招起来了 要不然就都在打小刀 都在跑怎么办 就没办法 他们主要进行城市作战训练 负责保卫哈尔喀夫 马里乌伯尔 奥德萨基辅等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才有了这种纳粹化的部队 是因为正规军腐败太厉害了 打不了仗 而且都在意识也不坚决 在这种情况之上 他们不得不建立了这么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实际上差不多10万人左右 并不小 因为乌克兰现在正规军一共是24万 其中有10万人 将近40%都是这些人 然后第一章通往战争之路就结束了 我真没想到 我原先跟我老婆说 我估计这期要讲一个小时 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有1万小时了 我稍微歇会喝口水 好不好 好 刚才他这第一章通往战争之路 刚才讲完了 我们现在讲第二章 第二章他的标题叫战争来临 好吧 他说作为瑞士战略 怎么争议不好 好的 他说作为瑞士战略情报局的前华约部队分析负责人 这是他的官职 他说我虽然不惊讶 但是他说他不要了解情报部门的现在糟糕的情况 整个西方情报部门糟糕的情况 但是我还是充满悲伤的意识到 我们西方的情报部门已经不能够再如实的去分析乌韩的军事局势了 那些自称是专家的人 在我们西方的电视屏幕上 不厌其烦的在重复和转述着同样的资讯 就是俄罗斯以及普京是疯子 是不理性的 他说现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第二章的第一小节 他说战争的爆发 他说自2021年11月以来 美国人一直在宣称 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 然而乌克兰人起初并不同意 也不以为然 为什么 拜登不也说吗 说我反复的跟泽远斯基说 普京要打你了 泽远斯基根本就不听 他说这样 他说在2021年的3月24号 当天泽远斯基颁布了 收复克里米亚的法令 要收复克里米亚不让俄罗斯给吞并了吗 说要收复克里米亚的法令 并且开始在乌克兰南部部署部队 就是说他们先说要收复克里米亚 而且真的在部署部署军队 让俄罗斯以为他们就真的要出兵 去收复克里米亚了 你知道吗 与此同时 北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 进行了几次军事演习 沿俄罗斯边境的侦查飞行次数 也大幅增加 俄罗斯随后进行了几次演习 以测试其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 并表明俄罗斯正在关注局势的演变 你们是要打吗 是要干吗 所以说为什么 昨天教皇部也说 说有一位沉默寡言的一位智者 一位其他国家的总统领袖 就跟我说说他们这么搞下去 恐怕俄罗斯要动手了 不能这么搞 你知道吧 就这么个情况 他说直至10月到11月 随着俄罗斯军队西部2021演习的结束 事情才趋于平静 俄罗斯军队西部军区的军队调动 被外界解读为进攻乌克兰的战略部署 然而即便是乌克兰当局也出面驳斥 俄罗斯在外战争做准备的想法 也说其实在那个时候 到去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完全成形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 自春天以来 边界局势没有任何的变化和改变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来讲 其实还没有 那么乌克兰违反了明斯克协议 在顿巴斯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的 空中的军事行动 包括2021年10月 对顿涅斯克的一个燃料库进行打击 美国媒体注意到了这一点 美国媒体报道了 但是欧洲人不知道是有意的没注意到 还是刻意的没注意到 没有对任何人谴责这些乌克兰的 违反明斯克协议的行为 2022年的2月 事件出现转机 2月7号在访问莫斯科期间 马克龙向普京重申了 他对明斯克协议的承诺 他说我们会遵守 他在第二天与泽连斯基会晤后 重申这一承诺 但是在2月11日的柏林 经过9个小时的工作之后 努曼里摩士领导人的政治顾问会议结束 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结果 受到美国压力的乌克兰人 我就说 就这种协议没法谈 美国不同意 你怎么谈 受到美国压力的乌克兰人 仍然拒绝承认明斯克协议 普京指出 马克龙做出了空洞的承诺 西方不准备执行职业协议 这也是西方国家在8年来一贯的态度 所以普京说 你们一直在骗我 一直在骗我 骗了我多少年 他说乌克兰沿顿涅斯克地区 军事接触线的备战工作 再继续进行 俄罗斯议会开始感到了震惊 就是说他没有想到 乌克兰真的想要 当然乌克兰 我觉得收复克兰米亚是活儿八道 但是收复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是乌克兰想要的 他们在北约的帮助之下 把10万人的这种叫什么志愿营的部队 集结的差不多 训练的差不多了 都是这种美国 什么欧盟 北约帮他去训练的这些军事人员 而且人比较的狂热 自占能力强 他认为有这10万人的话 是能够把乌东整个拿回来 把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全部拿回 全部收回 俄罗斯议会开始感到震惊 觉得乌克兰真的敢这么做 这泽燕斯基胆大 真是胆大 2月15日 俄联邦委员会请求普京 承认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但普京拒绝了 2月17号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攻击乌克兰 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 这是一个谜 但是他说 从16日开始 欧安组织观察员的美日报告显示 乌克兰军队对顿巴斯地区居民的炮击急剧增加 他说相当自然的是什么 是媒体 欧盟 北约和任佛 西方政府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或干涉 所以2月16号开始 就是乌克兰真的想要尝试收回顿巴斯地区的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他们认为实际成熟了 他们部队集结的差不多了 而且对部队的这种思想教育 都到位了 然后甚至西方还有人表示 所谓的炮击等新闻是俄罗斯制造的假消息 这不是真实的 但是事实上 欧盟和一些国家似乎故意对顿巴斯地区居民遭到了屠杀 保持沉默 昨天我们讲到的法国的记者伯内尔 发的纪录片也是没有人愿意看 没有人愿意承认 因为欧洲和西方知道这将激起俄罗斯的干涉 也就是他们认为不要管 就让俄罗斯干涉 就让俄罗斯打乌克兰 所以到这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 拜登也意识到了 所以所谓的 就是说拜登是得到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这种消息 认为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看来不是 真实情况是 他们知道 德莲斯基想要武力收回顿涅斯克 和卢干斯克 他们知道俄罗斯肯定不干 要这么干的话 俄罗斯就要动手了 知道吗 所以实际上 也就是说拜登当时跟泽连斯基说的时候 是希望泽连斯基不要真的去要收顿涅斯克 但是美国和北约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但是他就真这么干了 与此同时 有报道称 在顿涅斯克地区发生了渗透破坏活动 1月18号 顿巴斯民兵抓获了一批蒋波兰语 配备新西方的武器装备 试图在格尔洛夫卡市制造化学物质泄漏事件的破坏者 部分破坏者可能是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的雇佣兵 由美国领导或雇佣 由乌克兰籍或欧洲裔的武装分子的组成 潜入顿巴斯地区进行的内部的破坏活动 就是说内部破坏 然后外部再攻击想把顿涅斯克罗巴斯克直接拿回来 事实上早在2月16号 拜登就知道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密集炮击顿巴斯地区的平民 迫使普京做出艰难的选择 是在军事上帮助顿巴斯地区制造一个国际的爆炸性的问题 还是袖手旁观 看着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人民 这一次彻彻底底的被消灭 被击溃 被屠杀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拜登 他认为 就是说不管作为什么 对北方来讲都能接受 如果是把俄语的这些人全部屠杀掉了 那么乌克兰就整个 得算并入北约了 那么如果普京胆敢出手的话 那么就把普京定在历史的持辱柱上 就把普京定在历史的错误的那一边 现在不打算说中国 说不要选择历史错误的那一边 对不对 这样就讲你普京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拜登的一招 这个很齐 但是就没想到 最后反咬了自己一口 他接着说 他说如果普京决定进行干涉的话 那么普京可以原以保护责任的国际义务 但是普京也明白 无论性质或者规模如何 这场干涉都将引发一场的国际的舆论的讨伐和制裁的风暴 所以普京为什么其实在八年前的时候 是不支持他们搞这个东西 因为普京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正如普京在2月21日的讲话中做出的解释 他说无论俄罗斯的干涉是仅限于顿巴斯地区 我只是帮助他们不被你们消灭 还是进一步通过真正威胁到乌克兰国家的存亡 向西方施压 都要被迫付出同样的代价 对俄罗斯上的代价是一样的 你别逼我 我不动手就好 我要是动手的话 我光拿到这儿和打你就没有区别了 那既然要干就干到底 所以当天普京也同意了国家杜马拉要求 承认顿巴斯地区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同时与这两个共和国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 那么乌克兰军队对顿巴斯居民的炮击 正在继续到了2月23日这两个共和国要求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2月24日普京援语联合国宪章第51条之规定 在防御性联盟框架内为两个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 为了使俄罗斯的干涉在公众眼中显得毫无合法性 西方大国和媒体故意隐瞒了战争 实际上于2月16日就已经开始了事实 也就是2月16号他一炮击那边就开始了 乌克兰军队早在2021年就准备进攻顿巴斯 俄罗斯和欧洲的一些情报部门都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真正的战争是乌克兰要拿顿巴斯 要拿顿尼斯克和罗恩斯克挑起的 是2月16号是他们挑起的 然后到了2月24号的时候 普京才出手才动手 到了2月24日的讲话中 普京陈述了他行动的两个目标 乌克兰的去金氏化和去纳粹化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 不是接管乌克兰 不是占领乌克兰 更不是摧毁乌克兰 从那时起我们对行动过程的了解 就是有限的 俄罗斯人计划的细节不为人知 但很快军事行动的过程 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俄罗斯的战领目标 是如何在行动层面上得到了这种转化 他首先来讲 他说这样 他说两点 一个去军事化 一个去纳粹化 他说去军事化 将乌克兰的航空力量 防空系统和侦察力量摧毁于地面 破坏指挥和情报机构 以及领土纵身的主要后勤路线 包围集结在该国东南部的 大部分的乌克兰的军队 这是去军事化 另外一个去纳粹化 那就是摧毁或消灭 在奥德萨 哈尔克夫和马里乌波尔等城市 以及境内各种设施活动中的这种的志愿营 就是跟亚富营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那么在这里面就具体的 他在去分析 到第二章的第二节 就彻底的在讲了去军事化 他说俄罗斯军队的攻势 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方式进行的 军事行动一开始 就像以色列人在1967年所做的那样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 就摧毁了停留在地面的敌方空军部队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 俄军遵循主力最小原则 沿着几条轴线同时推进 在抵抗薄弱的地方快速推进 将需要大量消耗进攻兵力的城市进攻 的作战留给后续部队 当时在刚开战的几天时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报道 就是当时俄罗斯的推进速度 异常的神速 每天推进几百公里 以至于到他的激化部队 能够开到最大时速了 几乎如入无人之地就冲进去了 我们看到了 他就是把它切开 在这种 就是说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但是他的据点我不打 留着一些据点 我只是通过切割 把你切成一个一个的 然后每一个据点 我只为不打 留给后续部队 然后接着说 然后在北部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也被迅速占领 以防止了来自乌方的破坏行为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 西方媒体没有播放乌克兰和 乌克兰士兵和俄罗斯士兵 一起守卫核电站的画面 当时我们说了 打过来之后 就是说对他们说 我们要保卫核电站 然后双方最后开了几枪 没有任何的伤亡 最后双方 乌克兰那边同意了 就是说我们投降 由于我们比较了解这情况 我们继续管理 然后但是向俄罗斯去汇报 还记得 其实当时我们都报道过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西方媒体都不报道这个事 西方媒体大肆宣扬 俄罗斯试图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消灭乌克兰总统的泽连斯基 但是普京从根本上 从未打算推翻泽连斯基政权 或者对其实施肉体消灭 相反 俄罗斯试图通过逼迫泽连斯基进行谈判 通过包围基辅来保持他的执政地位 俄罗斯希望乌克兰保持中立 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 俄罗斯继续寻求通过谈判 来解决相关问题 这让许多西方的评论家感到惊讶 但我们可以通过解读 延续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的战略观 来解决这一点 苏联时期俄罗斯就有这么一种战略观 什么意思 对于西方来说 西方的战略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战争是从政治结束时开始的 就是我政治谈判结束 我没法谈不下去了 我们就开始打 那只能打仗了 但俄罗斯不这么认为 俄罗斯的做法 遵循的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就是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延续 就是政治没谈完 我们拿战争来谈 但是俄罗斯人可以在两者之间的流畅了去转换 就是说边打边谈边谈边打 向对手施加军事压力 促使对方进行谈判 是俄罗斯人的惯用的一种模式 在这的时候 我在这给你加一小段 就是说克劳塞维茨是谁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普鲁士军队的少将 著有战争论一书 战争论的一个 战争这本书就比较长了 我整个给你讲一个也不可能 对不对 我也没看 我也大概一起看看 然后吧 我只能告诉你他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它不是政治的结束 它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战争必不可免的具有政治的特性 它是政治的一部分 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 就是政治本身 政治在这里以剑来代表 以武力来代表 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政治的规律来进行思考了 这就是俄罗斯的一种思考方式 好吧 所以他认为 就是说在打的过程当中 普京也坚持一种打打贪贪 这么一种态势 他说 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的攻势是军事行动和计划的一种典范 在六天之内 俄罗斯人夺取了与英国一样大的领土 因为乌克兰很大 直接就冲进去了 其推进速度 甚至超过了1940年的德国国防军 但是我说 那次推进速度 其实跟美国当时打 伊拉克人争差不多了 如入无人之际 就冲进去了 乌克兰军队大部分都被部署在乌克兰的东南部 因为他们要收复顿剑斯克 罗安斯部主要在那了 他不是集结过去 真的是要开打 大部分都在那了 那么为针对顿巴斯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 再做准备 因此从三月初开始 德军德语 在斯拉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本顿剑斯克之间 构建了一个超大型的包围圈 顿布从哈尔克服方向发起通击 发起了突击 另一支部队从南部的克里米亚发起突击 顿剑斯克和卢干斯克共和国的部队 作为俄罗斯军队的有力补充 从顿巴斯地区东部向西推进 他说在这一阶段时期 俄罗斯军队慢慢 他们先把它搁进去 就把那绳子 一条条绳子穿进去 是跟拉了一个鱼网一样 然后一个一个围而不攻 然后慢慢的收紧了这个绳索 慢慢收紧这个绳索之后 但没有任何时间压力或者时间表 他们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攻克哪个城市 就是围 围着之后给你施加压力就完了 他们在乌克兰的去军事化目标 几乎就已经实现了 就把你分成一个一个了 你的部队就是说散成一锅粥了 没法连成一起 那么剩余的乌克兰军队 不再有作战或者战略指挥机构 但是这个里边就有问题了 我当时说过了 非常的明显 乌克兰这边 他的国防部队出现了巨大的 这种就是说 不抵抗的行为 很多机场随便扔个炸弹 就说我机场报废了 不能战斗了 很多随便打一打 就说我这已经失去资产能力了 就拒绝战斗 不再打了 有人跟我说什么 说现在这种反什么 反航道的那种 就是飞行道的那种导弹 打下去之后 他把这个航道就毁了 就用不了了 不是 欧德斯没有那么贵的武器 太穷了 就是一颗普通的炸弹 只要往那上打一颗 然后军事基地就说 我受到的严重的摧毁 我不能打了 这里面有问题 国防部队昏容无能 腐败无能 不愿意打仗 现在乌克兰打仗 主要还是靠什么 靠他的支战营 敌的确确是在靠志愿营 所以志愿营这些人 虽然纳粹化 虽然疯子 虽然非常的疯狂 但是的确在靠他们 这些人形成了很多的力量 小范围的自杀式的攻击 给俄罗斯造成了非常头疼 就是这些人 而国防部队 这些老军阀 老军头的部队 基本上在安兵不动 剩下的乌克兰部队 不再做有作战 或者战略的指挥机构 我们北约的专家将俄罗斯的进攻行动的减速 我们认为是俄罗斯的后勤保障不利 但是我认为 这只是俄军实现了阶段性目标的客观结果 俄罗斯并不想占领整个乌克兰 事实上俄罗斯试图将其军事行动的边界线 限制在乌克兰的说俄语区以内 就是说我只占领说俄语区 因为道理那边都是说乌克兰语的 你又反对我 我去就帮你都宰了吧 我没法跟国际社会交代 我不宰你吧 我也统治不了你 你天天也不服 咱们闹闹去之后 当初我就说过一点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还记得当初我讲过一个 就是说 当年苏阿战争 苏联阿泛战争的时候 普京是从他的 好像是19岁到20几岁 从十几岁到20几岁 是普京基地最好 经历最旺盛的时期 我想这个给普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普京现在非常担心 就是又把这场战争 打成一场阿泛战争 整个陷进去 拖又拖不开 然后拿又拿不下 所以现在普京也是担心 担心一旦进入了 说乌克兰语的区域的话 真的就是说 都宰了 完全占领 下不去那个手 不杀他 他不断的在反抗 不断的在弄 之后就陷入进去了 陷入到人民认证的汪大海中 所以他不想要说乌克兰语的地区 因为那些地区反而太夸张 太疯狂 他只要就是说俄语的区域 说俄语的区域 这些人说的都是俄罗斯语 对不对 跟他们又是能够沟通 能够无障碍的去沟通 然后现在这边说乌克兰语的人 想把他们都宰了 所以说俄罗斯语的人 这些人就是说穷不穷放一边 俄罗斯人来只要能保护我 我只要不死 我只要不住在地窖里就可以了 你看法国女记者 伯内尔记录片了 那边人堵在地窖里 就是说赶快俄罗斯人赶快来吧 来到之后我只要安全就行了 他们只要还能允许我 接着说俄罗斯语 他们不会因为我说俄罗斯语 都赶尽杀绝来屠杀我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说只要有一个 说俄罗斯语的人 愿意来保护我就可以了 我先活下去 甚至是穷不穷 富不富 咱们后面再说 先活着是最重要的 懂不懂 所以他在说俄罗斯语这个地方 受到支持 非常的 非常的严重或者说积极 都要非常积极的这种支持 也是没办法 因为你乌克兰人 你对说俄罗斯语的人 你赶尽杀绝 对不对 你好像现在 比如说 土耳其直接把新疆拿下了 过来保护说维吾尔族语的 那么说维吾尔族语 当然支持土耳其了 我们稀秃 我们什么什么 这个稀大秃 我们来保护 我们来了 你们说话 你给我滚 我们以后 这新疆就是我们说维吾尔族语的地方 对不对 你说说维吾尔族语的是支持共产党 还是支持土耳其 他肯定支持土耳其 对不对 他们语言相同 文化相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普京现在就是说 不想信到 但是如果土耳其打到上海来 拿到北京来了 那就不行 汉人就不干了 你们哪来 怎么回事 对不对 汉人可能会 现在有长时间的反抗 所以土耳其要打进来 也只能就是站着新疆 就完了 不能站好汉人 往汉人推 那就陷进去了 你明白吗 所以普京现在也是这样子 他只拿了 就是说 说俄罗斯语的地区 然后接着说 他说 他说我们西方媒体 在谈到了对贫民的 无差别的袭击 说俄罗斯军队 对哈尔科夫 开展狂轰烂炸的画面 被广泛的播放 然而住在当地的 拉美的这种记者 供萨洛利拉 向我们展示了 他于3月10日到11日 拍摄的画面 一个平静的哈尔科夫式 这一次这样战争 打得说实话够人意的 打得够可以的 经常就是说 为了设一个什么人道组囊 俄罗斯军就后退 这样平民撤 对不对 这样战争 普京也是担心 最后你们就肯定要指责我 什么屠杀平民 要乱业报道这些事 对不对 打得算是够可以的 而且这边打了仗 你那边咖啡馆 装上营业 不断电不断水 今天上午打仗 下午去咖啡玩 喝杯咖啡 对吧 所以坦率的讲 这人说 哈尔科夫是一个大城市 我们并没有 关于城市状况的 全面的资讯 但这四肤的表明 电视屏幕上 不断滚动播放的 全面战争场景 实际并不存在 至于顿巴斯地区的 两个共和国 他们已经解放了 自己的领土 正在马里乌波尔市作战 就是他的观点 然后到第二章的第三节 就讲到去纳粹化 他说关于去纳粹化 他说这样子 在哈尔科夫 马里乌波尔 奥特斯 奥德萨等城市 当地的防务 是由乌克兰的 准军事力量提供的 也就是这种志愿营 就是亚索类似的 这种组织来提供的 他们知道 自己就是纳粹 自己 不能说自己 他们就知道 自己就是俄罗斯 所谓的纳粹 他们知道自己 就是俄罗斯 要去纳粹化的主要目标 他们知道 俄罗斯的来了 没那么好 他们不说包皮抽筋 也差不多 所以这些人的 作战意志 非常非常顽强 对于城镇作战的 进攻方 俄罗斯来说 避免伤害平民 就是一个难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一直寻求 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以清空城市中的平民 以便更容忌的 去打击这些守军 与之相反 这些乌克兰的准军事力量 试图阻止 城市中的平民的疏散 以阻碍俄罗斯军队 在那里的作战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愿意实施人道主义的疏散 并尽一切努力 确保俄罗斯的疏散 努力的不成功 他们把平民的作为人质 有媒体公布了 平民试图离开 马里乌伯尔 却被亚素营的士兵射击的影片 当然这一幕 在西方媒体的眼中并不存在 其实我们也说过了 这非常非常明确 这些亚素营这帮疯子 这帮所谓志愿营 亚素营也好 这帮疯子 拿平民当肉动 给平民发枪 让平民当炮灰 非常明显 但是西方媒体视而不见 假装没有发生过 他说在脸书上 原先亚素营被认为 跟ISIS属于的同一类的恐怖组织 并受到演出平台 关于危险个人和组织政策的约束 因此亚素营被禁止美化其活动 而对其有利的帖子 也被系统性的禁止 但是在2月24号开战之后 脸书突然改变政策 允许发布有利于亚素营武装组织的帖子 到了3月份 在前东方阵营国家范围之内 就是前 就是说像苏联的那些 前的那些国家阵营范围内 脸书平台 甚至允许在这个平台里面 呼吁谋杀 暗杀俄罗斯军队的军官和士兵和领导人的帖子 去发布 这都允许了 当然西方是不允许的 但在那个小范围内 就有可能对俄罗斯军官和士兵 进行暗杀和谋杀的地区 允许这一天的去发布 我们西方的媒体 大肆宣传乌克兰人民的英勇的抵抗的形象 正是这种英勇抵抗形象 导致欧洲资助资源司机向平民发放武器 我在联合国 这个笔者就甲克 他说我在联合国 我曾经担任过维和行动负责人的时候 曾研究过在战略当中对平民的保护问题 他说我们的研究发现 针对平民的暴力 通常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 就是武装分子可以轻易的获得武器 却没有可靠指挥机构 正是这种情况之一 指挥机构是军队的根本 其功能是引导军队使用武力来实现目标 但是现在的乌克兰 欧盟的支持 让乌克兰得以无规则的 无序的来武装平民 这将把大量的平民的性质 变成了战斗人员 使他们成为合法的 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你看他们拿了武器组织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军事打击他们 对不对 因为他等于成部队了 这占有人员了 此外 在没有指挥没有行动目标的情况之下 武器的无序的分发 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武力 来解决那些私人恩怨 强盗行为和各致命的行动 我们也说到 医研平民拿了武器之后 在马上随便去抓所谓的俄罗斯间谍 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说俄罗斯语的 或者是俄罗斯读的 他们就认为是俄罗斯间谍 他们就随意的就处劫掉了 这种情况就是在发生 他说战争变成了一个感性的问题 而武力变成了暴力 而这就是2011年8月11日到13日 在利比亚塔瓦加发生过的这种大屠杀 他在那里 三万名非洲黑人 被法国空投的武器屠杀掉了 而法国进居当时还是非法侵入 当时后来法国为死事也道歉了 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他们上那里空投了武器 然后这些人拿了武器之后 就开始就随意的去杀人 最后杀了三万多人 顺便说一句 英国皇家战争研究所没有看到法军空投这些武器的任何证明价值 法军认为空投武器去帮助了地方的一些武装力量 但是英国战争研究所认为 空投这些武器只是造成了民间的这种无目的的大屠杀 当然这种事现在乌克兰也在发生 当然乌克兰后来也在 大家都在骂 其实很多人都在骂 怎么能随意的向平均发枪 我们也在骂 乌克兰后来就极大的减少了这种行为 也知道这种行为实在是不光彩太难看了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连西方也受不了这种行为了 西方也在 就是说人家商场不能这么搞 这么搞下去的话 西方就没法支持你了 对不对 我说这种东西只有在纳粹国家 共产余都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纳粹国家才能可能出现 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不支持这种东西的 此外 向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提供武器 以供应国 让供应国被认为是交战国之一 就是说你只要去供应武器 实际上就算交战国之一了 2022年3月11号 在警告运输武器的交通工具 将被当作敌对目标之后 俄罗斯对位于尼古拉耶夫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 就是说你在这交付武器 进行打击了 欧盟正在重复 德意志第三帝国 在柏林支弹最后阶段的灾难性的经历 就是说 德国法西斯到了最后灾难性的经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战争必须留给军队 当一方战败的时候 必须承认失败 如果要进行抵抗 抵抗力量必须由领导和组织 但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 我们正在将平民推陷战场 德国到最后就把平民推上战场了 还有上次我举过一个南北战争时期 罗伯特李将军到最后 他就说 我是一个军人 我打赢了 我胜利 我打输了 我承认失败 我不搞农机战 我搞农机战 就会让他们有理由和借口来投杀平民 罗伯特李将军当时就直接就投降了 当时北方联军对罗伯特李将军是非常尊重 尤其对他这种行为 避免了进一步的扩大伤害 非常的尊重 所以罗伯特李将军在投降的时候 可以做到说不下马 不缴械 而且罗伯特李将军起来 他的配件拿出来 作为一个就是说承认失败 教育对方 对方没有去接受 罗伯特李将军可以保留自己的配件 出于对他的这种尊重 这就是一种尊重的行为 就是他这话 战争必须留给军队 当一方战败的时候 必须承认失败 不要战亚 战亚就等于将平民推向战场了 就让大家去屠杀平民了 他说某些国家的情报部门 将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 视为基辅政权的策略 他们利用乌克兰人民作为的炮灰 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规军作战 然而这种实际上就是活上交流 通过让普通民众流血的方式来做斗争 不如通过谈判 为平民提供安全保障 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好不好 大家可以再思考 有人认为要战到最后一个人 最后就是说要干就干到亡国灭种 只要我有一个人 我就跟你干到底 这个来讲 通常都是在远古时期打仗 是打到最后一个人的 近现代的文明战争 很少打到最后一个人了 基本上打到最后一个士兵就结束了 通常不会打到最后一个士兵 就到最后差不多之后士兵就投降了 西方的政治家们接受了乌克兰军队 对顿巴斯地区贫民的袭击 就是说意义来讲 对顿巴斯的这种袭击视而不见 你看法国作者伯内尔发现这种片 西方世界假如没看见 而且不许他播 八年来没有对乌克兰政府采取任何的制裁措施 这个世界早已经进入了一种西方政客 同意为实现削弱俄罗斯的目标 而无所不容其极 以至于到了不顾国际法的一种状态 我就说就是说就倾管的伤害 什么叫倾管的伤害 倾管的伤害就是对的 我就要削弱俄罗斯 俄罗斯就是我的敌人 我只要能够是削弱俄罗斯 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即使对顿巴斯 对顿涅斯克 对卢干斯克原民 进行任何样的屠杀残害都是正确的 法文的女记者 她拍了一个篇 你也看了 她就说他们来了之后 打仗 那女都不就说 他们打仗 我能理解 他们来了 我的人抓住 把他们反绑 割他们的耳朵 去虐待他们 这是在干什么 对不对 当然他们这么做 就为了激发他们的那种兽性 激发他们的作战欲望 知道吗 但是这种行为 如果我就说 如果是其他的人做的话 联合国能不谴责 美国能不管吗 怎么乌克兰就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对吧 然后这第二章也就结束了 然后我来喝口水歇一会儿 好 我们现在讲第三章 他第三章的标题就叫结论 好吧 他说 作为一名前情报专业人员 首先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西方情报部门完全没有准确表述 发生于过去一年内的真实情况 事实上 在整个西方世界 情报部门已经被政客们完全压制住了 问题在于做出决策的是政治家 如果决策者不听话 世界上再好的情报部门 或者最好的情报部门也没有用 在此次危机中 上述情况就得到了验证 情报部门给了你情况没有用的 知道吧 因为你们有你们的想法 对吧 他说我们可以认为 虽然少数情报部门对局势有非常准确和理性的描述 但其他情报部门的描述显然与我们媒体所宣传的内容相同 问题在于基于个人经验我发现他们在分析层面上极其糟糕 不仅高度的教条主义还缺乏评估军事行动质量所需的知识和政治独立性 其次在一些欧洲国家 政治家们似乎故意对局势做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危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所有提交给公众的文件都是由政治家根据商业来源来拟定的 他认为这里边有商业的成分在里面 一些西方政客显然希望俄乌之间爆发冲突 其实拜登就是典型的一个 刚开始他认为这样冲突爆发之后对他是有利的 当然现在发展上现在这样的也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了 他说在美国布林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来了这种方案 只是为布林肯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只是为布林肯工作的专项小组Tiger Team独立逆制的 他绕过了中兴局和其他情报部门 因为如果一旦经历他们的话 这种报告就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了 这个做法与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的做法如出一辙 当时拉姆斯菲尔德也绕过了对伊达克化学武器问题的态度 不那么坚决的中兴局和其他情报部门 其实那时候就不确定伊达克化学武器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 他们肯定有 但是为了要动手 所以绕过了这些部门 就是说他有 但最后也找不着 最后就没找着 所以他们为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他们找了一个自己的小组 去做了一个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是最后跟现实情况就是不符 因为是出一种政治需要 俄欧冲突发展到这个地步 有我们应该知道的 但是政府拒绝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原因 首先来讲 在战略层面上 北约的不断扩张 其实引发了这样冲突 这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他本文就不讨论 这个问题讨论就大了 对不对 就太大了 本文不讨论 但这个肯定是巨大的原因 就是政府不愿意让我们看到 不愿意承认 是由于北约的扩张引起了这样冲突 第二个 在政治层面上 西方国家拒绝执行的明斯克协议 在行动上 过去几年 乌克兰军队对顿巴斯地区平民的 持续的种族灭绝 以及2022年2月下旬 攻击活动数量的急剧增加 就是乌克兰认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了 能够把顿涅斯克和多安斯克拿回来 让他们认为俄罗斯不敢出手 因为一旦出手的话 会给俄罗斯上来毁灭性的打击 完全误判了局势 换言之 我们可以对俄罗斯攻击主权国家 乌克兰的行为 表示遗憾和谴责 但是我们这些西方国家 以美国 法国 欧盟为首的这些国家 为冲突的爆发 却创造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是我们引发这种冲突 冲突之后我们谴责冲突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冲突的原因 我们对乌克兰人民和几百万乌克兰难民 表示同情 是正确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对顿巴斯地区 被乌克兰政府屠杀的 在八年时间内 持续向俄罗斯寻求庇护保护 数量同样庞大的难民 从来没有抱有过任何一点的同情心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点同情心的话 这一切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种族灭绝一词 是否适用于顿巴斯地区 人民遭受的这种虐待 这个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他也不确定 但他说这个词 通常被限定于更严重的 一些的案件 大屠杀等等 但是你知道 中国用在新疆都可以的话 其实用在乌克兰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比起来比习近平和全国 在新疆搞得要夸张 要严厉多了 对不对 他说但是灭绝种族 所以公约给出的定义 可能足够宽泛 适用于本案 他认为是适用的 我也认为其实已经可以了 种族灭绝在这早就可以了 如果你新疆前年 你都喊种族灭绝 这个顿巴斯 就是比新疆严厉一百倍了 对不对 他说显然这场冲突 已经使我们陷入了一种 泄斯底里的境地 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支持乌克兰 我们反对俄罗斯 我们本来就是这种想法 媒体在推波出来之后 我们已经都疯狂了 泄斯底里了 制裁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外交政策的首选工具 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乌克兰遵守 我们参与谈判 并认可的明斯克协议的话 那么这一切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普京对乌克兰的谴责 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对乌克兰的谴责 也应该是我们对乌克兰的谴责 事后抱怨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来避免这样的冲突 欧盟不但无法推动明斯克协议的实施 而且恰恰相反 当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轰炸自己的平民时 欧盟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欧盟做出了反应的话 普京就不需要做出反应了 欧盟不但没有参与外交谈判阶段的工作 反而是通过助党冲突来表现自己 2月27号 当乌克兰政府同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时候 几个小时之后 欧盟就通过投票 通过了一项的4.5亿欧元的预算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种行为无意义为冲突火上浇油 本来乌克兰想谈判的 你现在卖武器给他 乌克兰觉得我先别谈判了 我先把东西拿着再说 从那时起 乌克兰人就觉得他们不需要和普通战争起义 其实那时我就说了 泽安斯基跟普京所谓的谈判 就是拖延时间 美国和欧盟在背后 根本就不惜让他搞谈判 不断不断的给他各种的东西 让他不要谈判 对不对 在马里乌克兰亚索的愤容抵抗 让欧盟又额外承诺了 5亿欧元的武器原重 所以他们就认为 我们应该打下去 武器晶圆源源不断的会进来 对不对 他说 在乌克兰在西方国家的观众之下 那些赞成谈判的人 已经被肉体消灭了 这个实际上我们以前报道过 他说这是发生在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 丹尼斯基列耶夫身上的情况 当时我们说了 第一人谈判的谈判代表 回来之后就被处决了 他因倾向于与俄罗斯谈判 被认为是乌克兰的叛徒 于3月5日 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处决暗杀掉了 同样的命运发生在 德米特里 德米亚年科身上 作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负责基普市及基普州工作的前副局长 他因赞成与俄罗斯去和谈 去谈判 于3月10号 被和平使者的民兵射杀 和平使者就跟亚斯基因一样 都是这种志愿影组 个人起个人乱七八糟的名字 被他们射杀 和平使者民兵组织 与叫做一个乌克兰的名字 叫macrotreft这个网站 关系密切 这个网站在网站上列出了 所有在乌克兰境内的 他们认为的乌克兰的敌人 只要这些人是说俄罗斯语的 或者亲俄罗斯的 或者愿意跟俄罗斯去谈判的 都会在这个网站上 公布这些人的个人资料 住址和电话号码 以便任何这种 就是说这种亚斯基因 或者什么和平使者 或者什么这些志愿者 或者任何这种疯子 只要想去骚扰他们 或者对他们进行暗杀的话 为了方便你们能够找到他们 对他们进行暗杀 公布他们的行踪 电话号码和线索 鼓励大家去撒了他们 这种做法在许多西方国家 都会受到严惩 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在乌克兰不会 联合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要求乌克兰关闭这个网站 因为这样太不忍道 太疯狂了 对自己的国民曝光 让鼓励另外一半 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让自己的一部分疯的群众 去杀另外一部分群众 但这个要求 竟然被乌克兰的议会拒绝了 乌克兰议会认为 这样做是对的 这帮人都是俄罗斯的间谍 就应该宰了他们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最后普京来了 普京没法 再不来 就真的是要找乐了 那些试图让俄罗斯经济崩溃 让俄罗斯人民受苦 甚至呼吁暗杀普京的 这些西方国家的部长们的表明 我们西方的领导人 并不比那些我们讨厌独裁者好很多 如果普京呼吁 要欧洲 要美国经济崩溃 要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受苦 要制裁他们 要惩罚他们 甚至呼吁暗杀 马克龙暗杀 拜登 如果做这种行为的话 你能接受吗 你不能接受 但为什么你做这种行为呢 你就能接受呢 你认为你这么做 别人这么做 就是疯子 就是错误的 你已经看不定 意识不到 你就是疯子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威胁 就是教皇讲的 你们应该反省一下了 一百年之内 三次的世界大战 都是从你们欧洲挑起来的 你们没有责任吗 把责任都退给别人 你们不是疯子 谁是疯子 还指责别人独裁者 指责别人是疯子 你们就是独裁者 你们就是疯子 你们就在屏蔽信息 你们就不愿意让那些 你们不满意的记录票 出来让大家看到 是吧 所以最后你看起来之后 到底普京是疯子 还是你们是疯子 以前我们不明白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看美国有一个科学家 当时美国不研制了核武器 然后科学家认为 美国独有核武器 就是西方国家 独有核武器的话 对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所以他们把核武器的资料 秘密的给了俄罗斯 而且不求回报 他不是为了要卖钱 或者怎么样 他给俄罗斯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要达到一个世界的和平 一个核稳定 这样俄罗斯和美国 同时拥有核武器 互相制约 保证人类不毁灭自己 保证这种独裁 这种疯狂 不影响到全世界 你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只有美国 有核武器的话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或者只有西方有的话 顿建斯克和卢干斯克的人 就死光了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怎么被宰了的 以前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些人都是疯子 他们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 核武器资料给俄罗斯 但现在我们发现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 你明白了吗 这个世界其实 在一个国家内部 需要三权分立 需要四权分立 需要五权分立 需要去平衡 在这个世界上也一样 需要不同想法的人 去平衡力量 这个世界实际上才能稳定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我们真的就还是 就路遥那句话 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觉醒期 而觉醒的早晚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真的 我们小到时候是不懂这些道理的 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没有说疯子 会把东西给前苏联 给俄罗斯 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制约的话 有一部分人即使被杀害了 他都没有资格 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只有当有制约的时候 这是真正的 当俄罗斯打到乌克兰了 我们才知道这几年 在顿涅斯克 在卢安斯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才看到法国女记者的纪录片 我们才知道 西方媒体隐藏了这么多年的 发生在顿巴斯 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真相 到底是什么 我们才开始去探讨他 对吧 接着来说 他说 你看看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在制裁参加残奥会的 俄罗斯的残念运动员 我们在制裁俄罗斯的艺术家 我们在制裁查可夫斯基 这一百多年前就死掉的人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与打击普京 有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一帮疯子 对不对 是什么让乌克兰的冲突 比西方世界 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在利比亚 发动的战争 更应该受到指责呢 对不对 你们美国去打伊拉克 去打阿富汗 你就拿了一个小罐 拿了你自己家的一小罐 这个洗衣粉 你就说这是化学武器 就打完之后 也没有化学武器 对不对 就是说 你乌克兰在这儿搞成这样 所以俄罗斯动了之后 你指责 俄罗斯 你拿了一小罐洗衣粉 去打伊拉克 你不指责你自己 西方世界对那些 故意欺骗国际社会 发动不公平 不正义和致命战争冲突的人 采取了什么制裁 对不对 你乌克兰在这儿搞的是什么 弄了一帮疯子 去那屠杀 你采取制裁的吗 你有谴责吗 西方世界对那些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 也门冲突 提供武器的国家 公司或政客 采取过任何的制裁吗 也没有 对不对 真的是顺我找昌 你我找亡 对不对 最后呢 就到最后他的结论了 他说作为我 我提出这些问题 我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呢 我想到了最后呢 答案 不言而明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 显然并不是我们西方世界 我们西方国家愿意去面对的 他就写到这里就完了 没有再说什么 就结束了 我看到之后呢 我还挺感动 我觉得西方也有一些人啊 还是冷静的 还是能清醒分析这些事情的 由于教皇最近也出来了 在说一些事情 对吧 这个基辛格老爷子也都出来了 也在说一些事情 我觉得大家开始越来越冷静的 看待这些事情了 前几个月的时候 玩命的骂马克龙 但是现在大家发现 马克龙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政治家 他对政治 对欧洲的现实情况 他是有所了解和反思的 好吧 那到这之后呢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我不想过多去发表 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我希望这个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前几后 我给你讲明白 但是呢 我要 我好像不说什么呢 我就如梗在喉 我最后我说这么一句话吧 美国啊 好莱坞曾经拍过一个系列的电影 叫教父 教父拍了一二三 拍了三部啊 在其中呢 有那么一句台词 非常有意思 这句台词是什么 他这么说啊 他说那些花半秒钟的时间 就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还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有截然不同的命运的 我最后再加两句啊 这一期视频呢 可能是我最近这一两年来 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期视频啊 然后呢 讲的时间也最长 而且这段视频呢 我一般讲视频都是从头观到尾的 那这期视频中间我休息了三四次 因为真的这个嗓子整个都都哑了啊 我这个不是科班出身 我不太会用这个嗓子 我看他们有一些 那真的科班出身 他非常会用那个嗓子 他用几个小时也不哑 我这真的说了一个多小时就哑啊 然后呢 这期视频来讲呢 其实我老婆其实本来希望 我能把它就是说分开 因为分开的话 对我们更有利 所以我把这期视频分成半个小时 以及半个小时一期的话呢 对于频道点击率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收入啊 都非常有好处 但是呢 我最终决定的把这一期视频 完完全全的呢 合而为一 因为我觉得这一期视频呢 其实不光是在讲 整个俄乌冲突的就来能去脉 其实在里面的讲了很多 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我的很多的这种想法和反思 把我自己的很多的观点呢 一些也都揉到里边去了 所以这一期呢 我想呢 就是不分开 完全把它灌在一起 这期跟任何的什么频道的发展啊 跟挣钱啊 跟点击率啊 什么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期如果要是黄了 那就死的一个翘翘的 而这期呢 很有可能就是黄标 因为你分散了之后呢 就是化整为零吧 那么你把一期节目分成好几个 那么有几个黄了 有几个可能就没黄 你还能多少呢 挣一点钱 如果这一期要一黄 因为这期黄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 百分之八九十吧 因为这期这里边 这个要黄的话 这能够就是说给你黄标的理由 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这期基本上呢 应该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真的就是我 就是完全是我在抒发我自己的理想了 跟任何的什么成就前 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就是我的一种理想 一种一种抱负 代表我自己的一种 也是这几年做自媒体的 很多的这种反思和想法吧 而且有很多东西 其实压了很久都不愿意说的 但是这期呢 这期也都说了 感谢呢 网友的这个支持 当然我知道一说这个 因为有的网友总是说 说苏东哥你把打赏打开 我们给你这个打赏一些 你这个太不容易了 我看你这个这样的真的不行 我支持你一下 我说呢真的就不要 因为我老婆呢 特别特别不喜欢那种 那种感觉啊 其实要是以我呢 早就打开了 但是我老婆呢特别不喜欢 所以呢我们就不开这个了 也不需要呢 网友的这个打赏 按赞呢 这个按赞你按一下 这无所谓的举手之劳 然后呢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呢 说什么按赞打赏分享 是不是 我呢想一想呢 还是就是说呢 不要 就按个赞可以 然后打赏呢 我们也没有这功能 你也不需要了 然后呢分享呢 我建议大家呢 也要想一下 因为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 知道吗 就是我以前经常说 说这十大割袍断义话题啊 现在我发现的这个死动计 现在就是一个呢 就是新的最新的十大割袍断义话题 一言新的真是充满了这个 这个争议啊 很多朋友呢 这个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因为就是说 呃 关于对死动计的这种评价 或者这种观点啊 跟一些朋友呢 就甚至发生了这种 就是钩炮断义的这种行为 说多年的好友呢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 不说反目成仇吧 但是就是说 谁也不想理谁了 那我觉得这个呢 没有必要 朋友呢 都是朋友 不需要呢 对就是好 你死动哥的这种支持 最后影响到你的这种这种友谊 甚至有小伙伴说呢 他这个老婆 好像不是太能够懂 我们讲的是什么 所以他和老婆的观点呢 也这个不太一样 呃 甚至小伙伴呢 跟我说呢 说这个呃 一定呢 要坚持了 这个就是说呢 说因为你也不打场吧 这个我就一直坚持买你这个会员 他说我老婆问你了 问我 说你打算买到什么时候 他说我老婆说了 我说买到 我能买到冻为止 啊 就是反正这个 我真的非常感动 这小伙伴的这种支持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就觉得呢 呃 不要影响呢 夫妻生活 呃 不要影响呢 跟朋友之间的这种这种感情 好吧 有些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自己呢 呃 知道就行了 因为这种 我觉得就就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这种这种觉醒 每个人是分早晚的 而且呢 这种事物的一些本质 这种东西呢 呃 没有办法 真的 就是说 就刚刚讲的那句话吧 就是说那些半秒钟就能看清事物本质 然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他们注定就有捡不同的命运 这是没有办法的 呃 但是呢 我觉得说老婆的话呢 没办法了 那那就这样了 呃 但如果是女朋友的话呢 我建议你考虑一下 我觉得呢 夫妻两个人还是基本上最好是是能够在同一个这个区间里面 是非常重要 我跟我老婆 我们今天下午聊天的时候 我我老婆也是就是说呃 对我讲的一些东西的 我老婆还是比较就是说是认同的 对吧 老婆比较认同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所以我跟我老婆 我们之间总是能达成一种一种顾名 而有的时候呢 有一种呢 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我老婆给我一些反馈 对我有一些促进和提高 我觉得这种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的夫妻关系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就是说夫妻就是说到了一个就是说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和看法不一样 呃 非常耐心的一个人 对不对 呃 所以呢 就是说 但是如果男女朋友的话就要考虑一下 我觉得夫妻还是要有共同的这种呃 三观 共同的这种呃 想法 我觉得呢 这个呃 你的这个婚姻生活呢 才能够就是说特别的和谐啊 所以当然朋友的话呢 就就更无所谓了 朋友那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呃 维持一下呢 呃 就就得了 那种勾黄断义的话题呢 能不谈就就少谈啊 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这个朋友都出现出现这种问题 好吧 呃 所以呢 真的人没我现在经常给大家讲一些什么呃 十大隔膀断义话题啊 所以我没想到最后呢 我就成了十大隔膀断义话题啊 啊 好吧 那这些就真的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